第二百八十集 拟欢突然之间就进了先行的黑名单 众人惊讶之余 没有人敢随便地打听 毕竟肯定是关丁克 其实谁走谁流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坐在老板办公室里的人是谁 只要江山不易住 死后非跟死工女没任何差别 公司表面上风平浪静的 除了陆宇驰因伤未愈 再次请假 她请假势必要跟客户联系 所以荣一经再次无证上岗 成了丁丁暂时的英语家教 短短一个月 丁丁的英语不会有质的飞跃 只是单词发音变得比从前毫了很多 荣一经随口夸了一句 丁丁顿觉 每天跟读上百遍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荣一经每天除了工作之外 就上纸醉鸡迷了 来丁丁这里全当是修身养性 尤其闻着檀香喝着酸奶 感觉灵魂都被洗涤了一样 在给丁丁讲题途中 荣一经的手机响 她划开了接通键 妈 你在哪儿 跟丁丁在一起 有事 正好 马上带丁丁一起回来吃饭 荣一经原本不想回家的 但想着丁丁一个人也无聊冷清 所以出声应着 好 我们一个小时后回去 电话挂断 晚上一起回家吃饭 丁丁抬起头 谢谢阿姨惦记 还总叫人给我送东西 荣一经微笑 谢什么 她没有女儿命 看见你就开心 你有空长去 全当陪她热闹了 你可以带女朋友回去啊 阿姨一定很高兴 她不会喜欢我喜欢的人 为什么 荣一经打趣 因为美女见美女 都是分外眼红 丁丁好奇 金哥 你女朋友长什么样 特别漂亮吧 木圈单身着 丁丁闻言 说不出地松了口气 比好奇更多的是畅快 上完课 荣一经开车载她回家 路上有人给她发微信 还没有看 等到下车时又忘了 因此 进门时听到家里热热闹闹 一片笑声时 难免有些意外 换了拖鞋往里走 家里的沙发上 坐了两个陌生女人 一个年轻 一个年长 模样有几分相像 欧阳青笑着说 这是你顾阿姨 和她女儿 荣一经礼貌的喊手 微笑打招呼 女人笑着说 别以为浩浩长得像你 一经啊 长得更像 就跟你是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可真帅气啊 荣一经笑容不变 谢谢阿姨 年轻女人主动伸出手 你好 我叫丛轩 荣一经绅士地握住她的指尖 你好 荣一经 丁丁站在一旁 没有荣一经反应那么快 又有些人声 默默地 带着几分不知所措的尴尬 一对母女把目光放在她身上 欧阳青介绍 我干女儿 丁丁 一经好朋友的妹妹 丁丁朝着对面 微微弯下了腰 阿姨您好 丛小姐您好 你看起来好小 应该没我大吧 她才十九 你是姐姐 那你喊我姐姐好了 丁丁点了点头 觉得丛轩好漂亮 是那种在人前肆意洒脱 不认生 不怯懦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自信的美 当然 本身五官也精致 手伸出来时 修长白皙 指甲上有淡淡的粉色 穿着荷叶边的连衣裙 像个瓷娃娃 小二呢 房间里 说是有套题没做完呢 荣一经知道丁丁人生 叫她去房里找荣浩 丁丁忙里走时 听到身后欧阳青说 你顾阿姨啊 回国开演奏会 这几天呢 你带萱萱到处转转 萱萱上次来深城 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荣一经应声 好 喜欢去什么地方 我来安排 会不会影响你工作 我的工作 就是听从领导指挥 女人笑着夸荣一经懂事 夸欧阳青生了这么好的儿子 饶是丁丁不怎么聪明 也看出了这是一场相亲局 站在门口 丁丁敲门 门内传来熟悉的声音 进 丁丁推门而入 看到荣浩靠在椅子上打游戏 眼皮一线 丁丁姐 你来了 丁丁关上了门 阿姨说你在做题 荣浩撇撇嘴 难得出去应酬 丁丁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玻璃盒 递给了荣浩 荣浩接过去看了一眼 便喜笑颜开 来了 不知道今天要过来 家里只剩这点了 荣浩打开了盒盖 边吃边说 幸好你过来 不然 我一个人无聊死 丁丁憋不住话 想了想 还是道 阿姨给金哥 介绍女朋友吗 荣浩神色信信的 估计怕我哥 在深城找不到老婆 特意从国外骗来的 荣浩吐槽起来毫不罪软 丁丁在意的却是老婆 不是女朋友 是准儿媳吗 说话间 荣一惊敲门进来 吃 还吃 奶酪高热量 吃一口胖三斤 荣浩从没说 你不去看你相亲对象 竟然看我干什么 荣一惊埋怨 我还想说你呢 家里有事 怎么不提前给我通风报信 我给你发微信了 你没看见 荣一惊耿了下 随后说 你不会打电话 微信那么多 谁知道哪个是你发的 我也是刚进房里 你没回来之前 妈非拉着我应酬 就不是给我相亲 我坐那干嘛 荣一惊靠在墙边调侃 她也没比你大几岁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六抱两块金砖 你不考虑提前向个签 荣浩从小到大 被荣一惊坑惯了 并不真的生气 只一脸无语的表情说 我有通灵的 干嘛找老的 我看还行 长得挺漂亮 荣浩吃了一下 我也是成天 跟着江西姐混的人 你当我没见过漂亮的 荣一惊脸上笑意更浓 哟 小伙神威很正嘛 让你追江西姐你不追 说吧 忽然来了句 也是 你也追不上 荣一惊想起 秦湛那变态的战友欲 哭笑不得的说 你以后少打她的乳业 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荣浩想也不想的说 你不就喜欢漂亮的吗 这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丁丁从前在乌斯特的时候 只是内向 但是来了深城 见到了花花世界 也见到了这群光鲜亮丽的人 方才知道自己有多普通 普通道连觊觎某些人都觉得自卑 眼前那个嬉笑怒骂 连随意倚靠都那么好看的人 当真不是她能消想的 她不配 饭桌上 丁丁欲发地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即便荣家人对她很好 低头吃饭 偶尔跟荣浩讲话 她努力得神色如常 盘中突然多了块血鱼 顺势往左看 荣一静拿着公块 又加了其他的东西给她 俊美的面孔上写满了随意 她平时也就这样 温和体贴 会照顾到身边所有人 欧阳清的撮合之意 昭然若揭 毫不掩饰地说 吃完饭呢 带萱萱出去兜兜风 夜城晚上还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玩的 荣一静看向从轩 有想去的地方吗 我听你的 去哪都行 去唱歌吧 小二之前听了好几次了 咀嚼一半停下来的荣浩抬起头 分明是恶然的 郭从天降 不等出声 从轩已经笑道 好啊 丁丁晚上也有空吧 一起去 唱歌啊 就是人多才热闹 欧阳清虽然想让他们两个人 单独相处 却也喜欢从轩这种爽朗的性格 微笑着说 丁丁也跟着去玩 一个人在家多无聊啊 年轻人嘛 就该多出去转转 丁丁出声的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他不会说话 仔细想 却未必能编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更何况是临场发挥了 几乎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 荣浩不甘心自己被拖下水 临死也得带上一个 出声的 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荣一经侧头说 都去 谁也别拉下 丛母见状 看着荣浩和丁丁的目光 带出了几分欲言又止 转下偷偷问欧阳清 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啊 没有 就是关系好 丛母小声问 你是不是有意的 要培养丁丁当儿媳妇啊 欧阳清笑着摇了摇头 果断道 这孩子背景挺复杂的 我看着怪可怜的 跟我也投缘 认了干女儿 她比浩浩还大两三岁呢 不可能的 不是我马后炮 这孩子人是挺乖的 但是呢 确实不是你找儿媳妇的标准 儿子这么帅 儿媳妇不能够被比下去的 就你想得多 你两个儿子都这么优秀 已经随时都可以成家 再过两年 浩浩也就大了 挑儿媳妇 有得你头疼的 唉 能不能给我解一半的忧啊 就看你咯 从母门的口茶 便笑道 你不知道我多想喊 一惊一生女婿 我这强忍着呢 荣一惊开跑车来 走十四个人 临时从车库里面 开了一辆四座车 她打开副驾驶的门 从轩笑着说了声谢谢 弯腰坐进去 丁丁跟荣浩坐在后面 健壮 心不受控制的 微微贩毒 进了会所包房 荣浩屁股一沉 拿出手机打游戏 从轩放下帮问 你们唱什么 给你们点歌 丁丁淡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会唱 话音刚落 容易惊接她的底 别谦虚 你唱得挺好 别见外 我性格很好接触的 要不 我先唱一首 丁丁坐在沙发上 绷执了几倍说 你唱吧 从轩点了一首歌 从旋律出来的第一秒 丁丁就知道是哪一首 她每天听不下五十遍 立即上千遍的歌 从轩拿着话筒唱道 就是这么巧 从轩随便一点 就是丁丁最喜欢 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 前半段唱笔 容易经拍手 丁丁也赶紧抬起双手 她笑着说 我的粤语发音还可以吗 很标准 我听不出你是外地人 从轩高兴的道 听到本土人士的认同 我就放心了 她唱完了整首 转头问容易经和丁丁唱什么 丁丁连连摆手 最后从轩只能又点了一声 问容易经会不会唱 容易经应声拿起话筒 两个人一起合唱粤语歌 丁丁坐在一旁听着 只觉得般配 好看的人连唱歌都好听 从轩是外向新歌 一连唱了两首之后 非要拉着丁丁一起唱 丁丁赶鸭子上架 尤其跟容易经同一场合 唯有庆幸 包间中光线昏暗 看不见她发红的脸 她捆就气场低 夹肢放不开 完全被从轩压制了 最尴尬的还不是这个 是明知自己不如从轩 荣浩还拼命地给她打空 手上的领导都快摇碎了 荣一惊笑出声 丁丁想原地大扁活人 把自己给变走 跟不熟的人一起K歌 本来就是煎熬 更何况 丁丁还是心怀鬼胎 两个小时不知道 怎么撑下来的 当从轩提议走的时候 她简直如逢大射 荣一惊开车 先送丁丁回家 车停在小区门口 荣一惊嘱咐 到家发个微信 丁丁一一地打过招呼告别 从轩笑着说 有空一起出来玩 丁丁勾起唇脚 扁头 挥挥手 转身往里走 一个人的时候 她才彻底放松下来 坐在沙发上发呆 胸口那里闷闷的 说痛彻心扉 真答不到 可她攀比了整个晚上 也不能骗自己 对荣一惊是无动于衷 怎么说呢 一点小心思刚刚萌芽 就已经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她是很好 对她很好 可她对别人也是一样的 而且 她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她却还挣扎在 明年的高考准备上 且不说年纪 无论家庭 学识 外貌 还是性格 她没有哪一点 赔得上她的 搂到连豁出脸去 试一试的资本都没有 出了会儿神 丁丁起身回到主卧 洗澡换衣服 而后习惯性地 坐在桌子前面 跟读单词 她逼自己 每天背下一百个 刚开始 背一百万五十 现在慢慢地 适应了这个节奏 背单词都是消遣 偶尔走神 她还是会想起容易惊来 马上逼迫自己 把思路调整 趁着梅弥足深陷 赶紧悬崖勒马 背完单词 已经是后半夜 快一点了 丁丁躺在床上看手机 她微信里的好友不多 发朋友圈的就更少了 因此 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头像时 她还愣了一下 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一桌吃的 都是深城的特色小吃 第二张是一双握在一起的手 上面配了文字 喜欢深城 更喜欢我身边这个不爱 丁丁几乎猛地点开了第二张图 她看到女人手上涂着粉色的指甲油 淡淡的颜色 很是漂亮 第二百八十一集 丁丁假装冷静 假装看不出握着丛轩的那只手是谁的 她不想探究蛛丝马迹 更不想得到什么结果 关了手机闭眼睡觉 直到天亮 丁丁还是没有睡着 她试图说服自己 失眠不是因为荣誉精跟从轩谈恋爱 而是惊讶这座城 像是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这里的每个人都跟她想象的不一样 晚上刚见面 半夜就能当情侣 她不难过 只是害怕而已 接到荣誉精打来的电话时 地里家叫刚走 丁丁吃一片刻才接通 喂 精哥 在上喝吗 上完了 那好 我们来见你 晚上一起吃饭 丁丁先是在意我们 紧接着马上到 不用了 精哥 你们去吃吧 我晚上还要做题呢 不差这一天 出来再再见 手机中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 荣誉精把手机给了别人 很快 女人的声音清晰传出 丁丁 丁丁心里咯噔了下 应声道 我 我在 女人笑道 我是同学 我听出来了 出来一起玩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丁丁说 你严与佳佳有事请假 反正你晚上也不用上课 一起出来吃饭 自己陪在家里 多没意思 丁丁紧绷着说 真的不用了 谢谢你们 我晚上约了其他老师上课 这样啊 那你跟一斤说吧 手机重新回到荣誉精的手上 他问 怎么了 丁丁丁又撒了一次谎 甚至变本加厉的 金哥 你最近不用过来帮我辅导英语 我跟陆老师联系了 他可以线上辅导 谁给你辅导都是小事 你别总理一个人 别在家里面 从轩不是外人 见他也不好意思吗 一句 从轩不是外人 丁丁的脑子白了几秒 匆忙回答 恭喜你们 荣誉精下意识地问 恭喜什么 我看见姐姐朋友圈了 替你们开心 他差点脱口而出 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荣誉精轻声笑道 真不意气出来 下次吧 我今天真不出去 有机会再跟姐姐一起吃饭 好吧 别写得太晚 注意身体 知道了 电话挂断 丁丁手心里都是汗 短短两分钟 像是连上两堂大课 还是那种不懂装懂 生怕被提问的科目 荣誉精跟从轩谈恋爱 意料之中的事 他有什么好惊讶的 也有什么好躲避的 现在是谈恋爱 以后还会结婚生子 他那句百年好和 早晚都用得上 有些人是天作之和 有些人是生命过客 他与荣誉精而言 就是生命的过客 能遇见他已经是三生有幸 哪来那么多花花肠子 还想跟他发生点其他的故事 想都不要想 想都是不自量力 可是随便一想 鼻子还是酸的 眼眶也会发烫 爱情这场赌局 十赌九输 没有人是真正的赌王 放眼望去 每一桌都是嚼尽脑汁 拼尽全力博弈的人 陆玉驰出院了 只不过顶着满脸伤 不好直接去公司 更不方便去客户家里上课 在家养着 丁克每天都会过来 大多的时候直接带外卖 偶尔也会提着菜 亲自下厨 陆玉驰看着厨台前 挽着衬衫袖子切菜的丁克 不禁感慨 从你背后 我仿佛看到了江西的贤惠 宾客头也不回地说 是因为我们两个 看起来一样高吗 他自黑起来毫不嘴软 陆玉驰人均不惊 你没他显高 啪啪啪的声音 宾客有刀被拍算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的 陆玉驰赶紧说 你更显高 你看起来比他高多了 淀粉在哪儿 上面柜子里吧 丁克刚抬头 陆玉驰下意识地说 别撞到 丁克终是忍不住回头 瞪向陆玉驰 陆玉驰也是后知后觉 柜子离丁克还有半个头 他立即走过去 比亮自己的身高 我平时会撞到 显摆什么 膏有什么用 几秒后他就知道 膏还是有用的 因为他看不清 柜子里面的东西 陆玉驰则是轻松地 从众多物品当中 找到淀粉 笑眯眯地递给丁克 丁克无语 只剩点头 陆玉驰索性赖在他身旁 答去道 你是既多了鸭身 像我这种身无常处 只剩长个儿了 丁克一边拍黄瓜 一边说 你确定身无常处 陆玉驰停顿了几秒 悠悠地道 我没量过 你量过吗 丁克面无表情地说 你思想太歪了 我随便一问 你就跟我开黄枪 我不是那个意思 原本我想夸夸 你身上的优点 让你这么一说 好像只剩长处了 陆玉驰也不尴尬 到底是男人 大大方方地说 优点即长处 丁克不嫌不淡地哼了声 男人没长处 有再多优点都没用 陆玉驰一本正经 有些人是有长处 也没用过 谁 我 丁克手上切菜不停 很随意地问 你没谈过恋爱 陆玉驰更放松地回答 大学时到时候男生追我 不喜欢 你喜欢什么样的 陆玉驰倚靠在出台边 假意思考 事业有成型 一上来门槛就这么高 不过可以努力 爱情嘛 只跟冲动有关 陆玉驰看着丁克柔和的眉眼 和下额轮廓 再往下是猴节 顺着敞开的衬衫领口 隐约可见半截锁骨 只看一眼 就觉得心血难平 头脑一晕 你会对男人有冲动吗 丁克竟然没有意外 反而平静地回答 经常 有人让我有奋斗的冲动 有人让我有想骂人的冲动 隔着平时 陆玉驰绝不会步步紧逼 可兴许是连续多日 跟丁克抛在一起 也许是两个人离得太近 他几乎克制不住地上前拥抱着冲动 陆玉驰沉默片刻 轻声问 你对我有冲动吗 这一次 丁克终于抬起头 两人目光相对 他一眨不眨地回答 有 喂饱你的冲动 吃饱了 就能少说几句话 丁克看了他一眼 随后收回视线 继续切菜 陆玉驰眼底的兴奋一闪而逝 随后被笑意取代 你没听过吃饱了咸的 放心 肯定会咸 我做饭口味重 快两个小时 丁克折腾出一桌子的姜川菜 水煮鱼 辣子鸡 干锅土豆片 个个都是硬菜 解开围裙 他给陆玉驰倒了碗汤 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陆玉驰眼巴巴地说 这么好的菜不让我喝酒啊 让你吃了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说吧 他举起酒杯 陆玉驰慢慢拍地举起汤碗 两个人碰了一下 那画面 也是分外的奇妙 五月中旬 电视上正在播NBA季后赛 丁克已经有几年没关注过了 十个人里找不到三个熟悉的面孔 陆玉驰倒是每年都追 挨个给他介绍 丁克感慨 这才几年 人都变了 现在的小孩 连动画片都不看 我客户家里的二胎啊 竟然不知道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是我小时候看的 我小时候也看啊 一直以为有好几十集 结果那天找出来一看 五集 丁克特头一脸震惊 陆玉驰拿出手机找给他看 你看球吗 不放开一起动画面看看 陆玉驰投了一集在电视上 从画面一出来 丁克就很激动 到底是有认同感的东西 两个大男人对着动画片 侃侃而谈 我小时候 让一只耳吓得不敢一干上厕所 我小时候对恐怖片的定义 就是黑猫警长 陆玉驰马上点头接荡 母螳螂把公螳螂吃掉的那集是吧 我妹妹这人看我妈的眼神都怪怪的 后来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怕我妈给我爸吃了 陆玉驰正喝汤 文言一口汤全从嘴里面喷了出来 快喷到菜上 她淋眉不乱的还直到侧头 一口汤全喷在了丁克身上 丁克拿着筷子的手一浆 抽了纸巾 却不是给自己擦 而是递给了陆玉驰 陆玉驰一手擦嘴 一手擦丁克的袖子 对不起对不起 失误 丁克随后抽出纸巾擦拭 脱下来扔洗衣机得洗洗 一会儿就干了 丁克本想说不用了 陆玉驰已经起身往主卧里走 不多时 手里多了条挂牌都没拆的白色T恤 丁克解开了衬衫扣子 把衣服脱下来 露出里面净瘦的身体 陆玉驰神色微变 明明一口酒都没喝 却突然有点上头 陆玉驰的T恤 丁克穿上大了两码 宽松休闲 倒显得他像个刚上大学的新生一样 见陆玉驰盯着自己瞧 丁克抬眼道 个高就是好 一样的钱 料子都多一些 陆玉驰勾起唇脚回道 你可以直接买个最大号的 回来缝缝补补 还能省个背心 丁克边往前走 边说 你别说 我爸的衣服 就给我跟我妹 改过两件小的 不过前几只家里 有个会做真心活的 羡慕你啊 我妈连针都没拿过 你羡慕我 我还嫉妒你呢 有新衣服 谁还爱穿旧的 送你了 干嘛 以为我上你这儿 要衣服来了 回去把这件衣服 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看见他就想起我 两人吃饭 一口气看完了五集动画片 丁克喝了大半瓶的红酒 上瘾了 又让陆玉驰找来 小时候看的其他动画片 陆玉驰欣然精盛 跟丁克一起 别说是看动画片了 拍动画片都行 陆玉驰一个人 喝光一大碗汤 丁克一个人 喝完一瓶红酒 四瓶啤酒 看了一眼时间 晚上十点多 我走了 你早点睡吧 他话音刚落 刚起身 原本大量的房子 突然一片漆黑 电视里的动画片 也消失不见了 几秒后 什么情况 是不是只要跳了 陆玉驰也站起来 问 只要在哪儿 你只要只要在哪儿 你不知道 陆玉驰坦然道 我不知道 丁克迈步往前走 他以为自己适应了黑暗 可没走两步 脚下就绊倒了东西 整个人向前扑 他没喊 因为太丢脸了 陆玉驰恰站在他身前 猝不及防地 被人扑了一下 脚下没站稳 两个人一起栽倒 他们在茶几上吃饭 一面是桌子 一面是沙发 陆玉驰栽倒的同时 已经反应过来 伸手搂住丁克 两个人卡在茶几 和沙发中间的缝隙里 没能马上起来 陆玉驰的手臂 被茶几冰个道 忍着疼了 没事吧 丁克宇起身 然而手下一撑 没想到是陆玉驰的腿根 身下人哼了一声 他下意识地往旁边移 这一下陆玉驰浑身紧绷 险些闷哼 丁克也是喝了酒 反应迟钝 只感觉手下的东西有点硬 而且正在逐渐变硬 他上下摸了摸 陆玉驰直接疯掉 躺在地毯上 陆玉驰看着身上的模糊黑影 伸手捧过对方的脸 几乎是扯到自己面前 毫不犹豫地吻上去 唇被柔软温热的东西触碰 丁克的脑子仍是猛的 直到陆玉驰撬开他的唇齿 直接深入 丁克猛地抬头 竟然没抬动 因为陆玉驰用力扣着 感觉到丁克想躲 他更加疯狂 丁克惊慌失措 开始全身挣扎 陆玉驰死不肯松手 吃热的稳中 带着不顾一切的渴望 甚至是孤注一掷的绝望 丁克惊觉自己身在何处 在干嘛 想骂人 嘴被读着 明确地说 是被什么东西沾着 他震惊之余 又平添羞愤 正不开 混乱中手掃到茶几上 一些盘子碗尽数滑落 劈里啪啦 碎了一顶 陆玉驰一顿 丁克趁机挣脱 连滚带爬地从缝隙中逃走 陆玉驰也蒙了 急声道 丁克 他看不见丁克的脸 也不知道他脸上什么表情 只慌着道 对对对不起 我喝多了 丁克无头苍蝇一样 撞了几处才找到大门 陆玉驰只听到房门开了又关 他眼前只有一片漆黑 整个房间 整个小区 整颗心 唇齿巾是模糊了红酒和啤酒的淡淡味道 他一时间不确定该沉迷过去 还是恐惧明天 第二百八十二集 秦站晚上有饭局 结束后赶回兰茵湾 司机刚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 整个小区瞬间一片漆黑 他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打给敏江西 敏江西秒接 他说 别害怕 停电而已 我散门口 几分钟就上去 敏江西平静地等 谁害怕了 不害怕你接得这么快 是不是正要给我打电话 我拿手机照亮找蜡烛 这种时候你不该说自己很害怕 让我快点上去吗 是以前有人跟你这么说过 还是你单纯相不够温柔啊 秦站笑得无声 你不要害我啊 我忘了秦家定说你连鬼都不怕 提到秦家定 你赶紧先回去看看他 他不在这边 Tony要生了 成叔刚把他接过去 Tony是谁 他养的马 敏江西听见 他拽开安全门上楼梯的声音 我先挂了 在这拉烛 秦站上了二楼 敏江西已经把房门打开 站在玄关处换鞋 室内一片漆黑 他边往里走边说 吉宝 刚走到客厅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恐吓 秦站始料未及 着实被吓了一跳 虽然没有喊 但是秀地转身 敏江西开心地笑出声 秦站隐约可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听见他边笑边说 我看害怕人是你吧 他明目张胆 何其猖狂 秦站心跳很快 有被吓的成分 更多的是心源一马 恨得牙根痒痒 他突然跨上前 直接将他扛在了肩膀上 这回轮到敏江西惶恐 本能揪住他背后的衣服 秦站放下来 秦站的眼睛 已经适应了黑暗 加之对他这里熟门熟路 直接扛着人往主卧走 敏江西头朝地 想撑起来 腰使不上力 只能用嘴威胁 我恰你了 秦站推开主卧房门 将人卸在床上 压着收拾 敏江西越挣扎 他越想欺负他 两只手腕 被他单手扣在头顶 他刚骗过脸 就被他另一手 抬起下巴固定住 闻随之汹涌而来 整个小区都是黑暗的 房间里更是近乎 伸手不见五指 两人在床上撕扯纠缠 不过片刻 就会擦枪走火 秦站松开 他的下巴 手轻轻地扣住 他的腰 慢慢往下 企图找到衣服下摆 手指轻轻挑起 一板一脚 还没等碰到肉 敏江西当即一朵 低声喊他名字 秦站 秦站手上没动 上面耳边撕膜 在他耳边呢喃 西宝 这一声充满了蛊惑 嗜好 渴求 压抑 敏江西半边身子都软了 不由的低声哄道 你不是想吃雪鱼吗 我坐好了 在外面 没错 他在哄他 不敢在这种时候 跟他来硬的 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秦站赖着不肯起身 没声道 七十二天了 还不行吗 敏江西慌张又紧张 找不到好的理由 只好实话实说 我还没准备好 秦站一下一下地 吻着他的脸颊和唇角 说 今天是五月二十号 从前敏江西钢铁织女 情人节都不过 更何况是个平平无奇的 五月二十号 但现在他有了秦站 尤其是每晚睡前 都会看一遍沙漏 他对这个数字格外的敏感 动了下唇 出声道 节日快乐 秦站不说话 在他下额和脖梗出 蹭来蹭去 这地方以前是禁区 现在已经被他攻陷 他还是会躲 但不会在防备的寒庭 敏江西一方面怕他玩火自焚 一方面又觉得心疼 见惯了成年人的快餐式恋爱 能有个人守在身边静静等待 他不可能不感动 所以有时候就任他闹 就像他说的 这么乖 总要给些奖励 敏江西很乖顺 轻站抬起头 黑暗中注视着他的脸 低声了 怎么了 没事 突然这么听话 我有点惶恐 你有被迫害妄想症 金战轻笑出声 我只想被你破坏 敏江西瞪他一眼 心底默骂 欠的 节日有没有礼物啊 有 我就给你拿 少骗我 你就想让我起来 雪要凉了 没电油热不了 金战压低声音道 我想吃你 我想打你 打吧 反正打在我身 痛在你心 你现在脸皮厚的 烤箱都烤不透 你舍得烤我 我死了谁成天缠着你 金战是开玩笑 随口一动 敏江西的心底 却是猛然一酸 是啊 他要是不见了 还有谁会对他这么好呢 把手腕从他掌心中挣脱 敏江西双臂 还着秦战的脖梗 抱着他 紧紧的 秦战趴在他身上 伸手摸他的头 揉声问 怎么了 敏江西不肯说 觉得矫情 怕我死了 别胡说 我家里基因挺好 我爷爷都快八十岁了 还不是精精神神的 敏江西不接话 只要我活着 我就喜欢你 敏江西默默地收紧手臂 秦战侧头问他 西宝 别怕 我会对你好 说实情动 秦战手上又有动作 敏江西马上按住 我不信欢迎乔宇 秦战摆了下腰 我可以坐 敏江西手比脑子快 直接给他当头一抱 秦战半真半假地闷哼一声 本想卖个惨 结果敏江西伸手推他 下去 秦战也没想过 他能求饭 便宜占够了 顺势滚到一旁 敏江西翻身坐起 要走 他拉住他的手腕 西宝 干嘛 结实 你哄哄我 他毫不避讳地朝他撒娇 敏江西铁石心肠也被他磨穿了 懒得废话 趴下去亲了他一下 秦战轻笑出声 忽然往他手上塞了个东西 他看不清楚 只摸到是个几皮面料的盒子 出声问 这是什么 肖金江总的 敏江西什么都没看见 却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扬的冲动 无声笑着 他出声说 我也有东西赏你 早就准备好和我顾五二零了 敏江西被点破心思 把手从他的掌心中抽出 起身道 不是只有你懂浪漫 敏江西点燃成霜送给他的香薰烛台 主卧里一片暖黄温馨 静谜 他递过一个礼品袋 秦战双眼含笑 伸手接过 礼品袋里不止一样东西 秦战眼底笑意更浓 原来大侄女这么懂浪漫 敏江西坐在床边 大起地说 看起不喜欢 秦战人生第一次产生了被包养的错觉 关键还很开心 打开第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支防针电子烟 打开第二个盒子 里面一堆戒烟口香糖 第三个 是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秦战以为上面会写着 她对她的情话 诸如 我希望你能陪我长长久久 或者 烟和我 你只能选一个 结果上面写的什么 吸烟会使人肺活量下降 全球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里 75%死于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中 吸烟会导致肺癌 还是口腔癌 咽喉癌 食道癌的诱发因素 损害人的泌尿 生殖系统 加速遗传基因改变 她字体 娟秀利落 一板一眼 罗列了整整一张纸 秦战看到第三条 就忍不住抬起头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浪漫 敏江西面不该色地回答 浪漫也要有个好身体 本来我也想从网上下载一些图片 图文配合 生情并茂 怕你看了做噩梦 算了 秦战哭笑不得 谁能想到敏江西送她的第一封情书 竟然是恐吓性 不喜欢 秦战点头 喜欢喜欢的不行了 她一语双关 说不上是喜欢她送的东西 还是喜欢她 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能借尽量借了吧 你之前还送我打火机 敏江西脱口而出 那时候又不喜欢你 你不知道送人打火机的意思 我看一只送丁克 想不到送你什么 跟他学的 秦战笑得无奈 恨不能把人拽过来 狠狠地折磨一顿 忍着冲动 出声说 现在喜欢我 又舍不得我死了 又不是生活不如意 何必满性自杀 我要是把烟戒了 有什么奖励 敏江西知道烟难戒 小恩小惠的 她肯定看不上 四两拨千金 你先戒了再说 我抽了快十年了 你不给我点鼓励 我没那么大决心戒掉啊 敏江西猜到 她说的是这个 眼皮以心 打量道 烟抽多了 会影响肾功能 不料 秦战非常淡定地说 反正好坏 你也不让用 我现在都靠 抽烟降火 这话是实话 也是有些夸张 敏江西莫名地 有点心虚 慢慢排说 现在不用 又不是一辈子不用 秦战马上问 什么时候能用啊 敏江西随口道 你先把烟戒了再说 秦战偷换概念 一言为定 我把烟戒了 你试试我还好不好用 敏江西瞪她 秦战完全不怕 坐在床上 笑得像一只大狼狗 最后还是敏江西扛不住 憋开视线 拿起手边 秦战送她的礼物 是一个黑色的 新型的盒子 盒盖打开 里面是三件饰品 项链 手链 还有耳钉 都是五瓣花元素 烛光下 闪闪发亮 细看才发现 上面浅满了黄钻 秦战打亮 敏江西的表情 怕她会不喜欢 她特意欠了小钻 只要是如此 她还是出声结识 不愧 吃了送银行卡的亏 她现在送礼 都是小心翼翼的 敏江西却是伸手 摸了下项链两端的坠势 一面是J 一面是Q 小小的 不细看都不容易发现 秦战见她看到了 笑着说 喜欢吗 敏江西破天荒的 没有口是心非 诚实地恩了一声 我把你戴上 戴手链吧 相恋太明显了 她平时什么都不戴 突然脖子上 多了条吸巾的装饰 稍微敏锐点的 都会注意到 我也觉得手链更好看 她帮她戴上手链 手链的两端 也是两个姓氏的缩写 秦战知道她不姓敏 所以做了个J 敏江西看破不说破 如果是别人这么做 她会不高兴 但是换了秦战 她只觉得暖心 没错 她就是这么双镖 戴完手链 秦战顺势拿起一枚耳钉 敏江西看到耳钉后面的针 出声说 我没有耳洞 秦战顿了下 我见你戴过 那是家的 秦战伸手捏了捏她的耳锤 笑着说 亲了那么多次 竟然没发现 敏江西躲开 从她手中拿过耳钉 仔细地插回了盒子里 我现在手链 喜欢就好 敏江西抬眼调侃 我的礼物怎么样 秦战人均不轻 特别好 敏江西也有些忍不住笑 是不是特别浪漫 简直是浪 敏江西乐出声 两人坐在床上 他手上拿着新型的手势盒 秦战腿边乱七八糟的 又是电子烟 又是口香糖 还有那张他不忍看完的情书 高低立判 至于谁更浪漫 那是贱人贱智 两人从主卧出去 带着竹台来到饭厅 桌上是敏江西早就准备好的夜宵 有牛排 也有勤战想吃的雪鱼 敏江西心情好 打去道 竹关晚餐 天天都停电就好了 他无意间的一句话 听得敏江西窝心 检讨自己平日里 是不是对他不够好 不够温柔体贴 他坐在对面吃东西 敏江西突然开口 秦战 秦战抬头 嗯 敏江西看着他 一脸严肃的 我会对你好 秦战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慢板拍勾起唇角 怎么了 以后我拿脸做得过分 你告诉我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秦战眼底闪过惊叉 你别笑我 别害怕 我以后不打你了 秦战十分不安 这是什么新套路吗 你是不是更喜欢温柔的 秦战当即否认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我脾气是不好 我改 秦战慌的一批 别改 你这样很好 我就喜欢你脾气大 更何况 你送礼 还特别浪漫 第二百八十三集 敏江西给乌叶打了电话 乌叶说是附近修店来 要凌晨四五点之后才能恢复 电话挂断 身旁的秦战说 别怕 我陪你 敏江西侧头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秦战慢慢拍地说 我怕 你陪我 敏江西强忍笑意 吃饱了也喝足了 回家睡觉吧 秦战伸手抱着敏江西的腰 头歪在他的肩膀上 索性豁出脸皮 做作地说 我怕 敏江西忍着动手的冲动 却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抿了敏唇 秦战 我们看电影吧 秦战打断 没电看什么电影 用手机看 我手机有电 敏江西天真的说 有电也没网啊 我看个电影还在无限和流量 敏江西被戳中了笑点 坐在沙发上笑得一颤一颤的 秦战一手揽着他的腰 另一只手掏出手机 想看什么 恐怖片 秦战抬起头 这么刺激 你不敢 秦战笑笑不说话 为表明自己胆子大 干脆让敏江西推荐 敏江西没说自己越轨无数 已经看无可看 脑海中蹦出什么就说什么 秦战把片子找出来 举着手机看 刚开始两分钟 他出声说 找个东西放下 敏江西侧头 敏江西侧头 怎么 害怕了 手 我拿着 我拿着 他接过手机 眼底划过促下 之后特意留意到秦战的表情 他发现他在看他 出声说 看我干嘛 给你个机会 要是害怕就说出来 换个别的看 秦战自笑非笑 你都不怕我会怕 这个往后 这样点吓人 秦战一把将人揽到了怀里 我保护你 敏江西淡笑不语 他话已至此 他不信就不怪他了 他们看了片子 叫做鬼影 秦战不舍得敏江西拿手机 没多久就自己拿过来 电影开始没二十分钟 他三次想扔手机 两次想骂人 还有一次不小心抖了一下 然后用力地挪动姿势 也是尴尬 敏江西忍笑忍得很难过 好好的一个鬼片 差点看成了喜剧片 秦战是聪明人 没理由被这点小问题难倒 他开始心不在焉 侧头闻敏江西 闻到他用手肘将人抵开 才肯罢休 几次三番 敏江西出声说 明显了啊 诡异出来 你就拿我当挡箭牌 我现在怀疑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秦战把手机关掉 随手一扔 抬起他的下巴 专心致志地闻他 敏江西闭上眼 张口放他进来 学着回应 客厅中仅有的光亮 都是源自于茶几上 小小的烛台 昏黄暧昧 两人的投影 被映到了墙上 难舍难分 秦战扣着他的腰 隔着衣服 刚想往下探 他伸手按住 他顺势于他食指相扣 低声叫了句 西宝 愁个烟冷静一下 不愁 算你经得住考验 他是随堂检验 侵战出声的 兵不厌诈 看得见摸得着 却吃不到的感觉 着实难忍 敏江西也不想 侵战难受 随出声说 要不看看鬼 这个鬼还可以 秦战窝在他的肩窝处 活活被他给气笑了 一张嘴咬在他脖子上 不轻不重 最后又不忍心 吻了一下 敏江西浑身汗毛竖起 耸肩膀把他推开 轻身连抽了几张纸巾 秦战见状突然笑了笑 他这种人 只负责煽风点火 从不包售后 像极了那种爽后 只顾收拾自己的渣男 敏江西擦着脖子 侧头瞪他 你笑什么 秦战哪能告诉他 他擦脖子的动作 让他想如飞飞 若是他知道 他把他脖子 当成了那个 怕是会当场 让他失去那个 算了算了 秦战不肯说 只是笑 饶恕敏江西再聪明 他也不是秦战肚子里的蛔虫 看他笑得奸诈 他唯有拿眼睛弯他 做出一副 我已经知道 你想什么的狠样 没有电的夜晚 确实黑得纯粹 秦战不想走 只能硬着头皮 陪敏江西看鬼片 中途去洗手间上厕所 出来的时候 没在沙发上 看到敏江西 他马上绷紧了神经 说 是不是欠收拾啊 这次再被我抓到 我让你哭着 话音未落 厨房传来声音 敏江西端着一盘水果 从里面出来 看着秦战道 一个人在那嘀咕什么呢 秦战眼底闪过尴尬 不好意思承认 自己是被他给吓着了 曹木皆兵的 敏江西看破不说破 两个人坐下来 他往他身上塞了个靠垫 秦战早就想这么做了 无奈一直没机会 如今靠垫在手 像是突然有了 对抗仇鬼的勇气 一部电影看完 秦战浑身发冷 说不出是如释重负 还是心理阴影 敏江西倒是神色如潮 十二点半了 你回去吧 秦家店不在这边 我不回去了 他不是商量的口吻 是通知 敏江西侧头看他 秦战目不转睛地说 现在没人能让我 从这场那里出去 你也不行 理由 害怕 秦战面无表情 模糊了生气和恐惧 敏江西笑出声 你不是不怕吗 秦战绷着脸说 我就在这儿睡 你要心疼就陪我 不心疼就进去睡 说吧 直接身子往后一摇 腿拿到沙发上 拎着一个靠垫当枕头 你别找剑口赖着不走 秦战眼睛一闭 爱咋咋地 敏江西哭笑不得 本想找个机会 吓唬吓唬他 谁知道他还真就躺下了 不是没办法轰他走 只是不想 他起身往里走 秦战睁眼看着他的背影 带他再回来时迅速闭上 敏江西给他拿了条毯子 出声说 去客卧睡 秦战心花怒放 面上镇定自若 翻身坐起 不敢多说废话 拎着毯子去了客卧 只是站在客卧门口的时候 转身道 你晚上睡觉别关门啊 敏江西立马言带警惕 干嘛 害怕 他声音中带着一丝惹人疼得无助 加之这一副让人垂涎的好皮囊 赤个女人都要爱心泛滥了 保准会冲过去 用胸膛温暖她 然而敏江西岂是朗德须名的 丝毫不为所动 还雪上加霜 害怕就把门关好 小心晚上鬼进去找你 敏江西从主卧出来时 第一件事就是去客卧看秦站 她没关房门 她站在门口 就看见她趴在床上 下半身盖着毯子 整个后背都歪露着 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敏江西把台灯关上 看着她熟睡的脸憋笑 不用问 肯定是吓得不敢关灯 昨晚她微信上骚扰她 她没理她 当然敏江西也不知道秦站半夜 去推她房门 但是她把门给反锁了 做好早餐 敏江西把秦站叫起来 催促道 快点吃 吃完就走 等一下秦龙雪该过来了 秦站睡眼惺忪地坐在床上 越发觉得敏江西很有渣男的属性 睡完就踹 毫不留情 她第一次在这里留宿 敏江西找了副新牙刷给她 秦站用了她的牙膏 而后两个人接吻时 嘴里都是同样的柠檬味 敏江西做了两份早餐 她不吃 一份给秦站 另一份装进了盒子里 出声道 我去看雨池 你又会把自己东西收拾干净 秦站乖乖的 知道了 结果敏江西前脚一走 她后脚给秦家定打电话 生了吗 生了 凌晨三点才烧 叫三公主 秦站吃了口东西 说 三点没睡 这么早就起来 习惯了 免得去晚 她又要连强惩罚了 不着急 她也刚起来没多久 秦家定沉默了片刻 你在她呢 秦站喝了口牛奶 随意地嗡了声 我昨晚在她这睡的 文言 秦家定沉默两久 秦站炫耀完毕 云淡风轻地说 好好学习 听她的话 你们什么时候公开啊 她不想就随她 怎么了 有时候看她 秦站忍着笑 你千万别抽穿了 不然 敏江西准跟她没完 这边舒整二人 肆无忌惮地 谈论敏江西 另一边 敏江西来到 陆语池家里 她知道她家的密码 也揽得按门铃 直接进 房门打开 一眼就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人 准确地说 是贪靠在沙发上 加上满地的盘盘碗碗 活像是被人入室抢劫了 敏江西急步上前 发现她睁着眼睛 先是松了口气 紧接着打量她的脸 她脸上旧伤未愈 眼底都是红穴丝 出什么事了 陆语池一声不吭 双眼漫无焦距 敏江西撇了眼 桌子上的菜 江川菜 随即道 你跟丁克怎么了 听到丁克儿子 陆语池的睫毛 微不可见地抖了下 慢慢拍地开口 我把她吓跑了 一个吓字 敏江西不用知道详情 大弟也猜到 是怎么回事了 把早餐放在餐桌上 拿过垃圾桶 收拾茶几和地毯上的残局 淡定地说 早晚都要知道 我要失去她了 她的声音低到发芽 敏江西抬头 看到她布满 红穴丝的眼眶里 陡然堕了一层水雾 心底不忍 天涯何处无芳草 谁没了谁不行啊 给你痛苦流涕的机会 就当 对这些年的付出 做个告别 说吧 她别开视线 继续收拾 陆鱼池的眼眶中 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不是不够伤心 而是过了最伤心 最绝望的时刻 如今 心上破了个大洞 只觉得冷风对穿 所有的一切都无处安放 敏江西把饭菜倒掉 把盘子碗洗好 拿了早餐 摆在陆鱼池的面前 平静地说 人是铁饭是钢 偏大的事 先把饭吃了再说 陆鱼池眼前的水雾 已经退去 开口道 我今天把辞职信 递上去 敏江西抬眼 想好了 嗯 丁可不是公司不分的人 私下是私下 工作是工作 你也不是走后门进来的 用不着辞职 陆鱼池低声道 我不想他看见 我心里不舒服 你为自己争取过吗 不要自以为是地觉得 你默默喜欢他很多年 人家就一定会马上 感激听人地接受你 表白只是个开始 你也要给他 一点适应的时间啊 这么多年都忍了 现在他只是拒绝你一次 你就受不了了 我亲了他 他就跟见鬼一样 跑出去了 你喝多了 没有 一口酒都没喝 说过喜欢他吗 没来得及 敏江西抿了敏唇 神情严肃 一没表白 二没经过人同意 你这是耍流氓知道吗 你就是丁可脾气好 换作是我 我把盘子砸你头上再走 被别人着想 想想你这么多年付出多少努力 如果这些努力 不能让你在爱情上得偿所愿 最起码在工作上给出了回报 你尽先行是为了丁克 也不光是为了他 说完 说完 敏江西拿起包 我先去公司了 从敏江西家出去 敏江西叹了口气 他在他面前可以装淡定 因为他不这样 陆玉迟肯定觉得天都塌了 他用了那么多年去喜欢一个人 怎么能接受那个人落荒而逃呢 丁克是朋友 陆玉迟是兄弟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终归还是有区别的 敏江西一面尊重着丁克的选择 一面用撕心陆玉迟能得偿所愿 这世上最纠结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没有错 但是结果就是不对 晚点 秦湛给敏江西打电话 没说两句就发现他情绪不对 出声问 怎么了 敏江西自认没有故意表现出什么 惊讶他的敏锐 同时又说不上的开心 沉默片刻开口说 如果我不是你的 你还喜欢我吗 陆玉迟跟丁克谈牌了 敏江西的情绪低落 算是吧 喜不喜欢从来都跟性别无关 如果我不是男的 你还喜欢我吗 敏江西一时间还真说不上来 因为太喜欢 喜欢到哪怕他不长现在这样 只要是他 他怕是也难以抗拒 第二百八十四集 陆玉迟从来不怕事 除非事情跟丁克有关 他习惯了对丁克小心翼翼的 就像习惯了一直沉默地喜欢着 想要再进一步 又怕不如现在 所以这些年一直拖着 拖到走投无路为止 从昨晚事发到现在 已经过去快二十四个小时了 陆玉迟终于鼓起勇气 打给了丁克 手机中传来嘟嘟的连接声 他第一反应是 丁克竟然还没有拉黑他 然而 嘟嘟声不止 像是留给他的 只有漫长的等待 就在陆玉迟以为 丁克不会再结实 手机中传来熟悉的男生 喂 小陆 早就做好了 破釜沉舟准备的陆玉迟 一秒之内 心提到了嗓子眼 出声道 晚上有时间吗 今天我不行 我约了人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这几天会忙一点 还有可能去外地 出今行在夜城住院 有些事我要过去当面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是我不对 快别停了 你酒量不好 以后少喝点 换别人的 笑你一辈子 陆玉迟不够言笑 我昨晚没喝酒 丁克没有出声 陆玉迟拿着手机 神色反而平静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道歉是因为我没经允许强迫你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丁克 我是真心喜欢你 无一例外 手机那头一片沉默 陆玉迟心中不悲不喜 走到这一步 他已经无所畏惧了 两久 丁克的声音传来 小陆 说实话 我有点不知说什么好 我不犯的同性恋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喜欢我 你千万别有压力啊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 我不会骚扰你的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我可以换个工作环境 你知道 我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我无所谓 丁克打断 你别提此事啊 我也不会同意 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退一万不来将 我们不在一起 当不成朋友 还当不成同事吗 你工作做得很好 我不想失去一个优秀的职员 我明白 等我休息几天就正常上班 小陆 谢谢你 我不是说客气话 是他从心底里这么想 谢谢你 为我做的这些事 我都记在心里 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 但我 永远把你当朋友 朋友之间 不用说这些 都懂 丁克又一次沉默 半上后说 谢谢你 你喜欢我 你很好 但我们做情侣 不合适 陆玉驰马上接到 我知道 有些话压在心里太久了 只是单纯想捅出来 现在舒坦多了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感情嘛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大家都是成年人 爽快点 比磨磨叽叽的好 昨晚我担心了半宿 想出去找你 又把你在气头上打我一顿 我现在的脸可伤不起 靠脸吃饭呢 早知你这么开通 我早就该跟你说了 你早把我拒了 说不定我现在 新恋爱都谈上了 陆玉驰嘴上说着 我知道 其实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一通胡言乱语 不停地笑 你挑战这么好 注意你答案 医用的事 什么时候谈恋爱了 跟我打招呼 我请你们吃饭 说到 没问题 我这门到下还有事 先不跟你聊了 那好 你快去忙 回头聊 电话挂断 陆玉驰骗自己一身轻松 只是抬手拿起水杯 喝了一口水时 怎么都咽不下去 鼻子很酸 眼前一片模糊 就连嘴里的水 都在悄无声息地 变得酸涩难忍 七年 他一心一意地 喜欢那个人 即便早知道 结局很可能是 一厢情愿 但是真到了那一天 他依旧无法 坦然地接受 心像是被人 扔进了脚肉机里 痛到极处 他甚至不愤 凭什么 倪欢那样的人 都能有 丁克的一段情 而他就不能呢 只因为他们都是男的 陆玉驰不怕别人 说三道四 也不惧世人的眼光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只是这一刻 特别的无力 闭眼躺在沙发上 一个人 可以肆无忌惮时 反而无法 哭天抢地 这是来自 心底深处的绝望 因为明知道 眼泪和悲伤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敏江西刚上完课 看到秦双发来的微信 叫他去陆玉驰呢 他搬了四提啤酒 用膝盖撞门 成双来开门 见状 出声道 讲曹操曹操到 说着 把四提啤酒搬进了房里 茶几上 茶几上已经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酒瓶 红的 皮的 白的 成双抱着一瓶红酒 抬眼对敏江西说 这瓶 老成珍藏 我真的不在家偷出来的 就等你来才开封 敏江西拽了个靠垫 坐在了地毯上 掀开了瓶啤酒 润润喉咙 明天周日 他可以不用顾忌 红酒倒在了高脚杯里 成双举杯 对陆玉持双 不用怕 过来人告诉你 忘记一段感情的最好良药 就是时间和新欢 等你心恋爱一谈 心情也好 爱是谁 冰客是谁 得不到的有眼子骚动 其实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他要是真安慰无缺 你还能脚踩几条船 这话说得很 但顽疾就需要很药医 成双也是怕陆玉持扛不住 只能暂时黑一黑丁客了 然而陆玉持听到这话 却只有伤心 杯中红酒一仰而尽 他垂着视线 挡住眼底的一片通红 沉声道 我终于明白江西说的 爱情就像中彩票 只看见别人中五百万 没看见别人 输得吃不上饭 我完全能理解丁客的心情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现在心难受的 还不如要饭的 敏江西仰头 喝光杯中的红酒 面色淡淡地说 哪怕腰长万贯 也希望再多几个五百万 人性如此 我也不能免诉 陆玉持沉浸在悲伤中 但是没听出 敏江西的言外之意 直到他平静地说 跟你们说个事 我谈恋爱了 成双马上看向他 陆玉持也是 后知后觉地抬起头 前者是惊讶 后者是茫然 爱情是挺烦人的 他总让我高兴 又让我害怕那一天 突然就不高兴了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高兴 成双一闸不闸 陆玉持目瞪口呆 五秒后说 你跟谁谈恋爱 敏江西摸了摸 高脚背的背注 秦湛 谁 陆玉持眉头一蹴 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 敏江西面不改色 秦湛 陆玉持一声不吭 眼睛一眨不眨 成双很是诧异 诧异 敏江西突然自爆 他觉得自己 必须要有所行动 所以眉头促起 像模像样地问 你说谁 哪个情侦 敏江西淡定地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他 成双的心底惊讶 再次升起 他早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听敏江西亲口说出来 这感觉还不一样 更何况 铁石心肠的人 一开口就是喜欢 房间中片刻的安静 三人谁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成双开口道 你别吓我 他必须要做出这种反应 不然被敏江西知道的实情 他跟秦湛都完了 我们在一起有一阵了 之前怕不长久 没跟你们说 成双没有马上开口 怕说多了暴露 陆玉池震惊之后 反而平静了 他要是欺负你啊 别忍着 不管他是谁 敏江西不知想到了什么 勾起唇角 但笑不语 光是这个笑 就足以让陆玉池跟成双 脑补一万字 太甜了 现在确定的长久了 不知道 明天的事 谁能说得准 陆玉池举杯过来 但笑着说 欢迎加入七情六欲的时间 敏江西跟他碰了下杯 喝完后道 喜欢一个人的滋味 我算是体会到了 刀口甜血 有今天没明天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越开心越担心 那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我怕他有一天会离开 但是我知道 没有他我依旧能继续生活 你也一样 宾克不是你的全部 你还有我们 陆玉池笑了笑 我知道 要不是为了教育玉池 你是不是还想瞒着我们 好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人家失忆你得意 这是同当吗 你看我表面挺堪心 实则心里 他摇了摇头 欠 实则心里更开心吧 敏江西跟陆玉池 同时笑了起来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 最开心的事 成双 嘖嘖称奇 太绝了 我要是玉池 都没空伤心自己 这个八卦 这个八卦够开一辈子 果然 他怎么追到你的 想听 成双也频频点头 好奇得不得了 这种内容肯定是要付费才能听啊 成双给陆玉池使了个颜色 陆玉池把钱包往茶几上一拍 你觉得多少钱能买秦湛的八卦 那我不听他的 换个问法 你怎么突然想开了 要谈恋爱 敏江西若有所思 片刻后说 可能因为是他吧 真不敢相信 从你嘴里能听到这么肉麻的话 成双说不上是鄙视还是嫌弃 敏江西不动声色 变本加厉 就是怎么看他怎么顺眼 除了我 谁都配不上他 成双直接无语 翻白眼看向别处 陆玉池眼底竟是笑意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说出来 敏江西摇头 人心会膨胀 好东西不能一股脑拿出来 那一瞬间他会开心 等到你什么都拿不出来的时候 他的期待就会落空 陆玉池垂下视线 有些喜欢就不该说出来 无论大声还是小声 既然选了就不怕承担 说不定哪天我就来陪你了 陆玉池抬眼 别诅咒自己 你能迈出这一步啊 说明秦湛对你很好 虽然我跟他接触不多 但感觉到他不像外面船的那样 特别喜欢一个人是会患得患失 但也被他压抑自己 你想吸水长流 说不定对方会觉得你燃点不够 以为你没那么喜欢他 得不成失就不好了 他这话几乎是说到了敏江西的软肋上 他现在就是小心翼翼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秦湛才会质疑他的真心 嘴上说着不怕任何人离开 那是从前 人一旦有了软肋就会恐惧 一如现在的敏江西 他每天都在想着 秦湛会突然从生活中消失 像是无数次的演习 就可以抵御实战 但是越想反而越怕 越怕就越是计较 像是挣扎在沼泽里的活物 像生而死 成双看着两个人叹了口气 唉 我就不陪你们折腾了 三个里面总要有一个负责清醒冷静 现在我宣布 敏三你跟秦湛给我好好地谈恋爱 别怕爱多了露歉 恋爱中谁喜欢谁多一点不丢人 更何况对方是秦湛 秦湛啊 别看他恶民在外 依旧是深层未婚女性心中的前三 他要什么有什么 你喜欢他是理所应当 不要控制 律迟 你跟丁克这事完了也没完 关键是看你 如果你觉得算了 不想再继续 那咱们就趁早拜拜再找新欢 如果你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就继续努力 努力到丁克当着你的面对你说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那时候 你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换人 人吗 有时候干嘛活得那么要脸 前怕老后怕虎 中间还怕别人说三道四 老成对我说的最有用的一句话 脸不能饱肚子 但是钱能 你们两个仔细地体会一下 把老成的经商之道用在谈恋爱上面 不说无往不利吧 总能开口一下心胸 陆宇迟烦闷 下意识地从茶几下面摸出了一盒烟来 成双挑眉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 敏江西则是直接了当 伸手把烟抢了过来 好的不学学坏的 看看丁克人怎么处理感情上的事 分了就分了 日子照过 工作已久 公司里没人能看出来 被劈腿的人是他 你要真想放手一搏 千万别走颓废路线 丁克不喜欢运男人退的人 我没一样 随便瞅瞅 等上瘾就晚了 你以为烟那么好借啊 同一时间 饭局上的秦寨 手里拿着一根烟 修长的手指来回把玩 对面是谈生意的人 说了些什么 他一时走神没细听 旁边的人递过来火 他忍了忍 摇头拒绝 第二百八十五期 秦湛也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都能逆着敏江西 实际上他很忙 有些人 有些事是可以推掉的 有些却不能 像是今天 饭桌上谈完生意 马上换个地方 又有生日宴会要参加 上雨过生日 看见秦湛过来 笑着打招呼 二哥 怎么没把嫂子带过来啊 一句嫂子 叫得秦湛心花怒放 出声回道 他朋友那边有事 也好 没嫂子管 今天可以随便玩 秦湛 秦湛半真半假的瞪了他一眼 脉步往里走 他是结束了饭局才过来的 比其他人来得晚 别墅里已经是醉酒生鸽 一片荼米 大家看见他都出声打招呼 包括一些见过和没见过他的女公官 清一色的 喊人 二少 荣一精在打麻将 一个字摸摊牌 对面三家没大反应 他们身边的女公官 则是个个脚铺连天 有人把项链手表摘下来 有的则是直接脱了身上的吊带 只穿内衣坐在那 荣一精身旁的女人高兴地接钱 怎么样 为了你不被看光 我可是使劲浑身歇数了 对家一个男人道 我怀疑你就是想看别人脱光 荣一精身旁的女人侧头娇撑 是吗 你觉得呢 你想收钱还是想让我看 女人凑上钱 几乎咬着荣一精的耳朵 说了句悄悄话 荣一精笑了起来 桌上有人说 赶紧来赶紧来 我们可是正经派局 别说四情话 二哥 好久没跟你一起打牌了 打就去 来吧 我看你最近赚了不少钱 二哥想干嘛 我小家小业的 可经不住你折腾 说话间几人落座 上语打量勤战的面色 我喊了卵小雕 他马上过来 秦战灭色淡淡的说 跟我说什么 他又不是我的人 这不是想着最好的都留给你吗 两米外 荣一精说 他不敢 尚语扭过头 荣一精边笑边说 你问他敢不敢 都在家里那个 尚语回头看群战 二哥 金哥说你拒累 你不表示一下 我没那么杂实 荣一精稍微扬声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杂实 家里老人都说 吃饭不能挑三拣四 偶尔吃吃粗粮 对身体有好处 话音落下 身旁的年轻貌美的女公官 轻轻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低声道 谁是粗粮 荣一精甩锅很溜 秦战说的 你去找他讲理 女公官哪敢 秦战不像荣一精 脸上没那么多笑容 看起来汹汹的 圈子里都传 他的钱不好挣 整不好 有命赚钱没命花 所以即便小如飞飞 也只能望而却步 不过这是对于 大多数的人而言 总有那种 要钱不要命的人 秦战这桌 四个男人在打牌 一个女人走过来 跟他们端茶地水 走至秦战身旁时 他出声道 二嫂 要喝杯酸奶吗 秦战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放着吧 女人不知秦战 心里想的是泯江西 还以为自己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放下杯子后 又说了句 您还需要什么 随时叫我啊 这次秦战没应 旁边的人打去 干嘛给我们拿酒啊 给阿湛拿酸奶 是酸奶 有什么暗示吗 我看阿湛好像喝了不少酒 酸奶是结酒的 喝一点胃里会舒服一些 你就不怕我们喝多了 胃里不舒服 你们都是好酒量吗 桌上另一个人说 那你的意思是 二少酒量差了 女人解释 没有 我就是怕二少等一下再喝 会喝多啊 秦战的确在饭局上 喝了不少的酒 一边摸牌 一边拿起酸奶喝了一口 想到泯江西 偷偷摸摸去洗手间里 给他送葡萄 他脸上多了一些喜色 上语见状 给女公官使了个眼色 女人心底高兴 刚刚从旁拿了把椅子 还没等放到秦战身旁呢 只听他出声道 别坐我这儿 女公官手一顿 表情尴尬至极 听到前方有人小声说 雕小姐 哟 小雕来了 卵小雕姗姗来迟 一路笑着跟众人打招呼 秦战身旁的女公官健壮 理所当然的 以为她是看到了卵小雕 才拒绝自己的 眼底怒意一闪而逝 卵小雕一眼便看到了秦战 如往常一样 微笑着打招呼 二少 秦战没抬头 物资大排 上语看了眼 拿着椅子的女公官 示意她可以走了 女人无奈地离开 临走前 听见卵小雕 跟一帮人谈笑风声 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竞争 公关圈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到场的女公官 也不都是DK的 简灵 就是其他家的头牌 眼看着就要搭上秦战 生生被搅合了 她去吧台拿酒喝 身旁凑过了一个姐妹 小声道 男小雕也太牛了吧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这儿的女主人 简灵拉着脸 谁不知道她又当又利 架不住男人就吃她这一套 简灵喝了杯酒 侧头往打牌的方向瞧 大家给她脸 还不是冲着秦战的面子 姐 刚才二少看你了 脸上还带着笑呢 还应该挺喜欢你的 简灵闻言 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换了副表情的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没理由让她独占着 也该换换人了 叶已深 人却不静 秦战跟闽江西打过招呼 今天游士走不开 趁着麻将精洗牌的功夫 她拿出手机骚扰她 在干嘛都不找我 敏江西回得很快 在开岛一时 知道你忙 想我吗 有一点 秦战眼含笑意 打字 没良心呀 我都是很想你 少抽烟 秦战如实回答 我今天只抽了十二根 别的要死 还算乖 明天给你奖励 秦战突然疯狂地想她 手指飞快地按下一排字 叫上老公听听 敏江西没有马上回 麻将已经洗好扶上来 尚语调侃说 二哥 打牌要专心 不能看我今天生日 就接连给我送钱呢 秦战以为敏江西不会搭理她 放下手机抓牌 做你嫂子送你的 嫂子可真是个好人 人不来还嘱咐二哥给我送钱 生日局难免要多喝几杯 秦战生怕自己酒后失德 让人看了笑话 特地关上门 摒出一切异性 拖着荣誉精和上语他们 一起玩杂金花 一大帮老爷们围袖在一起 输赢都是钱 很快就有人哈欠连天 想借着尿顿逃跑 不是不让我走吗 今天谁都别走 玩到天亮 尚语眼泪都下来了 出声说 二哥 我让你来玩 不是让你拉着我们一起玩 为了陪你 让多少人独守空房 秦战眼皮都不掀一下 不冷不热的道 你随时可以走 我往哪走 找你女朋友去 荣誉精淡淡地说 你少污蔑我 我单身 你睡完就单身 尚语乐不可知 拍大腿称赞 凌晨已过 别墅二三层终于回归了平静 门把手被压下时 发出轻微的响声 昏暗中 一抹纤细的身影 从外面走进来 又轻轻地关上门 客厅茶几上一片凌乱 除了纸牌 还有打开的红酒瓶和高脚杯 往左看 床上被子隆起 简林轻手轻脚地来到床边 凑近看了一会儿才发现 床上男人是趴着睡的 他不用看了也知道是谁 这帮子人里只有秦湛是寸头 脱了衣服 简林爬上床 秦湛睡得很沉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想钻进被窝 被子被他压在身下 他试图拽了几次 未过 直到秦湛翻了个身 他趁机掀起背脚 待他重新平稳后 躺进去贴着他的背 有人爱金钱权利 有人爱名誉地位 为了这些 十几岁的跟五六十岁的 比比皆是 不过是眼睛一闭的事 可偏偏秦湛有权有势 又有一副好皮脑 简林贴着他 感受着他身上 拙人的体温 心底说不上是紧张多一些呢 还是冲动多一些 吻着他的背 简林满脑子都是卵小雕 他当然不奢望 能一夜飞上枝头变凤凰 当女朋友 就更不敢奢望了 只希望能在这个圈子里 水涨船高 不会被人轻易地看清了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万一他做得好 秦湛一时开心了 保不起他以后的小日子 比卵小雕过得更好 如此想着 简林一边 吻着秦湛的背脊 一手绕过他的腰 整个人 粘在他的后背上 他又做了 有闽江西的梦 梦里 他将他压在身下 摆成最舒服的姿势 肆意地压榨 那感觉太真实了 就连身体上的冲动 都真实地可怕 漆黑的夜里 床头边的手机亮起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铃声 简林吓了一跳 本能的轻身去看 屏幕上显示着 来电人大侄女 他不敢随意地 动弹秦湛的手机 只能半僵着 秦湛终于被铃声吵醒 闭着眼睛接通 声音低沉 喂 你睡了 秦湛听着熟悉的声音 闷声呢喃 细宝 闭江西的声音 有几分醉意 也有几分疲惫 软声道 我刚从鱼城的出来 总算是把它哄好了 你怎么不哄哄我呀 闭江西沉默片刻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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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因为隔着电话 闭江西又喝了不少的酒 还听了陆雨池和成双的劝 难得的嘴巴抹命 想叫他开心 秦湛闭着眼睛乐出声来 我困得不行了 你早点睡吧 晚安 嗯 我爱你 晚安 挂断电话 秦湛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 像是察觉到了一样 他缓缓睁眼 昏暗中 看到身旁半米外 躺着一个人影 愣了几秒 他忽然翻身而起 一把捞起身旁的人 贱铃心底 咯噔了一下 早在听见秦湛电话中 是个女人 他用那样温柔的语气 讲话时 他就知道 今天这床 算是爬错了 秦湛肯为那个女人守身 可见那个人 在这心目当中的位置 他只想等他睡着了 偷偷地跑出去 没想到 秦湛第一反应不是气 舍黄 一手拉着女人的胳膊 另一只手往被子下探 他在外面从不落水 还是穿着的 可女人却是不拙遗物 他震惊后便是大怒 谁让你进来的 简林想装迷糊 又怕死鸭子嘴硬会死得更惨 心里短暂的权衡 忙着求饶 对不起 我走错房间了 秦湛一把将人扯下床 简林投朝地栽下去 哪怕下面是地毯 还是摔得他闷哼一声 他信他才是见鬼了 一瞬间杀人的心都有 敢爬他的床 他是找死 秦湛大怒 正欲发火 但不知怎的 脑海中浮现起前阵子 敏江西说的那句话 这次是酒后失德 保不起下次就是酒后乱信 今天是我看见了 我看不见的时候怎么办 敏江西 敏江西 他满脑子都是敏江西 他觉得他是吃醋随口一说 谁料有一天会真的一语成诚 关键他也没想到 有人胆子这么大 敢爬上他的床 这种场合 他又不能叫人在门外守着 原本秦湛想把女人踹出去的 大张旗鼓地修理他一顿 但他怕 怕吵开了 万一传到敏江西的耳朵里 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简林一丝不挂地趴在地上 怕急了 连声音都不敢出 秦湛站在他身旁 一声不吭 这种死技更让人恐慌 不知过了多久 头顶的男人终于开口 秦湛声音低沉 带着压抑的愤怒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简林如风大舍 光着就要往外跑 秦湛粗眉 带着你的东西滚 让我听见半句风言风语 我弄死你 简林不知自己应了没有 拿着衣服手机 从房间里出来的那一刻 他吓得哭不出声 犹如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房间里 秦湛开了床头灯 确定自己没跟那个女公关发生什么 本该庆幸 他却说不出的紧张 这种坐在心虚的感觉太过强烈了 强烈到连抽几根烟都不能平复 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 他洗个澡 穿上衣服 连夜从别墅赶回了莱茵湾 何宜躺在床上 他忍不住抽烟 身下是闽江西睡过的床 秦湛心底除了慌乱 愧疚之外 竟然还有些酸涩 如果被他知道 他发脾气之外 肯定还会偷偷地掉眼泪 他舍不得他伤心难过 拿起手机 秦湛几次将跟敏江西主动摊牌 争取坦白从宽 可是不敢 脑海中总有另一个声音响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要节外生枝 第二百八十六集 第二天一大早 秦湛拎着早餐来到闽江西这边 他叫人配了房卡 又知道他家里的密码 警车熟悦地进了门 走到客厅的时候 看到主卧房门是开着的 被子已经叠好 他以为他在洗手间 可是进去转了一圈 没人 闽江西不在家 秦湛拿出手机 正要打给他 家里房门打开 闽江西从外面进来 你去哪儿了 秦湛的声音突然从客厅响起 闽江西抬眼愣了一下 不达反问 你怎么来了 一起吃早餐 说话间 他已经走到了玄关处 闽江西在换鞋 他一眼便看见 他耳垂出银色的小钉 抬手要碰 闽江西躲了下 秦湛诧异 打耳洞了 闽江西垂着头 随意地嗡了一声 想要往里走 秦湛将人堵住 低声问 一大清早 逃出去打耳洞 闽江西的面色泛红 脑袋明知故问 他也不知道自己抽了什么邪风 一睁眼 脑子里突然间蹦出一个念头 打耳洞 然后这个念头 在脑中绘制不去了 而且越发地强烈 他鬼使身拆得出了门 又迷迷糊糊地 一头扎进了楼下的纹身垫里 忍着害怕挨了两枪 现在整个耳朵都是红红的 疼不疼 还行 没有耳洞就带夹的 干嘛非要打 这会儿他想碰他耳垂 反而有些不敢下手 没打过这东西 也不知道有多疼 夹得容易掉 秦湛将人敌在了走廊墙壁上 身吻思磨 闽江西已经习惯了 不再像一只炸毛的猫 紧张到不行 也只是抓着他衣服 秦湛轻轻地吻着他耳朵 闽江西本能地一躲 他低声问 疼吗 有点胀 秦湛看他手里还拎着药袋 出声问 什么药啊 不是药 要擦酒精消毒 秦湛拉着他往里走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他用棉签沾了酒精 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 一直在问他疼不疼 我一直怕大耳动 今天一打也没有多疼 早知不送你耳环了 闽江西很快地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想打 我最喜欢鸭嘴兽 他拐着弯说他死鸭子嘴硬 闽江西不挣扎 他也没什么好挣扎的 都被人堵在自家门口了 这么明晃晃的诗爱 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更何况是秦湛呢 他可是一眼看出 陆语池喜欢丁克的人 当他两只耳朵都擦了酒精 秦湛凑近地吹气 闽江西要躲 他捧着他的脸不让 说要给他降降温 闽江西耳朵上的温度 没降下来 脸上的温度又上来了 秦湛吹着吹着 突然说 我们什么时候 能更进一步啊 闽江西脸没动 眼球一转 看向他 秦湛目不转睛 认真地帮他吹着耳朵 等得不耐烦了 我想有名有实 闽江西想起 昨天晚上三个人 聊天时说的话 成双跟陆语池 都叫他别怕 别因为小心翼翼 反倒弄得不欢而散 沉默了片刻 他开口说 再给我点时间 你能等吗 能 他掘嘴吹气 闽江西看了他两秒 主动凑上前吻他 秦湛抱得很紧 生怕他跑掉 两人吃早餐的时候 我下午要去看孙奶奶 你去忙 秦湛神色平静 闽江西从夜城回来之后 每个周日都要去跟孙肠美吃顿饭 之前他半真半假 说过要一起去 闽江西也没说不行 如今他主动提起了 秦湛抬起头说 叫我去买单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之前就说有空一起吃饭 秦湛知道闽江西的意思 他在给他吃定心丸 经过昨天晚上的时候 秦湛自责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挑他的不对呢 出声道 你去吧 我下午还有事 闽江西打量他的面色 真不去啊 你非让我去 我也能安排时间 闽江西看不出他心里想什么 小声嘀咕 别回头又说往后次薄笔 我知道你多喜欢我 大清早跑去大耳洞 闽江西刚把这茶给忘了 他又提 他忍不住醋眉 眼神恐吓 他笑着说 要不我也去打两个 我们情侣耳洞 神经病啊你 闽江西马丸又憋不住笑 听说过情侣耳钉 还没听过情侣耳洞的 秦湛看着他嬉笑怒骂的样子 更加笃定一个念头 这辈子能上他床的人只能是他 他替他守着 等他心甘情愿的那一天 下午 闽江西如约而至 他跟孙长美见面从来都是约在外面 即便孙长美几次邀请他去家里 闽江西全部婉拒了 就算没有男朋友 他也不会随便去出金行的家里 哪怕是感恩 也要避嫌 推开包间的房门 孙长美已经到了 闽江西笑着打招呼 奶奶 孙长美抬起头来 来了 快过来坐 闽江西带了几样小点心 孙长美也是 听说闽江西小时候爱吃开口笑 特意坐了带过来 两人坐在一起互相品鉴 互相夸赞 饭店老板又气死了 敢请我们上人家这儿聚餐的 又不是不点菜 每次我都点最贵的 老太太一副腰板很硬的样子 闽江西点头说 你一看就有钱 明明包间里面就他们两个人 老太太还神神秘秘地说 小星把她的主卡给我了 让我买东西随便花 我有钱 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 闽江西忍着笑 一本正经地道 您这不是变相 让我花老板的钱吗 不行 只能给老板赚钱 老板永远不能赔钱 没事 我说了算 两人正说着话 外面有人敲门了 进来 房门推开 闽江西以为是店员 正打算收拾收拾桌子上的点心 结果抬头一抢 眼底的笑意顿时脸了三分之二 男人一张俊美的面孔上堆满了笑容 弯着眼睛叫道 外婆 孙长美 闻声抬头 慢慢拍地说 东东 你怎么来了 江东迈步走进来 笑着道 啊 我就在附近 您说在这吃饭 我过来看看你啊 说着 目光转到了闽江西脸上 他崩脸 他笑得更欢 孙长美不知道闽江西跟江东是认识的 侧头要给他介绍 江东抢先道 哦 这么巧 妹妹也在 孙长美看了看闽江西 闽江西不好在老太太跟前摆脸色 微微一笑 江东变本加厉 好久没看见你了 最近怎么样啊 闽江西提笑肉不笑 挺好的 我都想你了 闽江西没有讲话 江东自顾地落座 原来你们认识啊 哦 我们关系很好的 仗着孙长美在 闽江西不会翻脸 江东不仅跟着蹭吃蹭喝 还蹭便宜 一口一个妹妹地叫着 叫得他心骄气脏 中途老太太起身要去洗手间 闽江西想服 老太太手一朵 不用 我还没老到这种地步 你们坐着 我等一下就回来 江东从旁道 我就知道您身子骨硬朗 您看我都没起来 你们吃 不用等我 孙长美前脚一出门 闽江西后脚就面无表情 江东见状 出声道 哎 你是学过变脸吗 闽江西低头看手机 不搭理 我怎么得罪你了 干嘛不跟我说话 闽江西置若网闻 江东一个劲地骚扰他 哎 哎 哎 闽江西抬头 冷眼看向他 江东却回忆炙热的目光 笑着说 你别这么看我 我会觉得特别有气 闽江西一言不发 只是目光更冷 江东自顾自地说 你彻底被秦老二收买了 闽江西被他烦了半顿饭 突然就不想人了 开口道 别总叫他秦老二 在他面前你就是个老二 江东不怒烦笑 谋刺一条 你在跟我开黄枪吗 啊 闽江西原本没往那方面想 闻言不由地瞳孔微缩 想打人 江东看着他边笑边当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还以为老师不会这么说话的 不想跟我说话就不要说 我想跟你说 但我不想跟你说 江东撒娇 哎呀别这样吧 我跟秦老二是仇人 但我跟静行是朋友 你是不是要照顾一下静行的感受 对我好一点呢 我没全力干涉别人交友 但是我可以选择讨厌谁 你撒谎 你明明就是因为秦老二才讨厌我 他是不是尝在背后讲我的坏话 闽江西冷淡回答 他不是你 江东闻言一扎不扎地说 你喜欢他 不是疑问 是肯定 闽江西懒得预感逆张 是 所以你以后少在我面前说到不好 我不想听也不会信 你看上他哪儿了 他哪儿我都喜欢 别浪费力气 少说话多吃菜 这对我请 江东摇头叹气 既然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也只能多留心帮你看着点他 放心啊 他在外面张花惹草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闽江西火以一记神经病的目光 不再理他 跟孙长美分开 闽江西跟秦湛发了信息 秦湛说他在忙 让他先回家 晚上过去找他 敏江西回到莱茵湾 刚一进门就觉得不对 家里有人 闻生往厨房方向走 透过玻璃 他看到穿着衬衫西裤的男人 正醋眉 多里多缩地往锅里下菜 拿着铲子的手 还戴着隔热手套 上半身本能地往后闪 他憋不住笑 划开厨房的门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秦湛扭头看他一眼 出声说 你先出去玩会儿 一小时后吃饭 敏江西走进来 看到厨台上已经放了几盘做好的菜 盯着其中一盘 他出声问 假土豆条吗 炒土豆丝 哦 敏江西不忍挫伤他的积极心 秦湛却以反应过来 我只能写这么写 敏江西想想 但心里又说不出为什么 有点酸 他一眼看秦湛 他打趣道 你是不是做了亏心事啊 秦湛目不转睛 你少污蔑我 那干嘛突然跑过来做饭 秦湛理所当然地口吻 想对你好不行吗 敏江西的心里暖暖的 上前拿他手中的锅铲 你出去吧 秦湛松开手却没走 顺势从后面搂住了敏江西的腰 低头看他的耳朵 好点了吗 没事了 等会出来我给你涂酒精 秦湛最近几天特别念敏江西 他也不要求他一定要留时间给他 反正他一有空就往他家里钻 给他做饭 陪他看恐怖片 教他唱歌 还给他买各式各样的耳环 敏江西从前没有收集视频的习惯 被他塞多了 现在一看到耳饰就想买 五月底 荣浩组织了一场聚会 说是要提前给洛佳佳加油助威 敏江西送了丁丁和洛佳佳 一人一副耳钉 说 高考结束 我们一起带 丁丁笑着收下 我没有耳洞 荣浩从旁道 我有 我有一个 敏江西对洛佳佳说 你要是不怕 我们陪你去打 洛佳佳笑着点头 荣浩先斩后送 订了一家酒吧包间 敏江西带着一帮半大的孩子 没让他们碰酒 完了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把人挨个的送上车 他还约了成双 所以没跟秦家定回来英文 看着他们离开 转身准备去对面打车 一回头 酒吧门口正好出来几个人 两个女人扶着个男人 男人很明显没有力气 头是半垂着的 敏江西跟他短暂的对视 双方擦肩而过 他才懒得理 跟他又不熟 可他眼神中 分明透露着一丝求救 仔细想想 他的脸色 也不是醉酒后的红润 敏江西醋眉 反感自己去琢磨这些细节 跟他有什么关系 又往前走了几步 他突然停下 转身 几米外两个女人 正扶着男人 企图上车 敏江西鬼使神差地喊了声 江东 男人没有回头 取而代之的是他身旁的两个女人 齐刷刷地转头看向敏江西 眼底不是意外 而是紧张跟防备 互相对视了几秒 女人避开视线 打开车门把江东往里面推 敏江西心下狐疑更深 脉步向前 江东 眼看着他越走越近 其中一个女人竟然从包里 掏出了一把弹簧刀 还没等他弹出刀刃 敏江西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 冲上前 一脚将江东踹开 第二百八十七集 江东被踹开的同时 女人手里的弹簧刀也刺了出去 的确是冲着江东去的 一刀不成 女人扑过去补了第二刀 情急之下 敏江西也想不了太多 回报上前 另外一个女人掏出刀拦着他 电光火势之间 陆斌冲过来五六个男人 一批来帮敏江西 另一批拒救江东 女人无意伤害敏江西 只是拿刀恐吓 见状掉头就跑 只是没跑多远便被抓住了 卸了手中的刀 敏江西这边有惊无险 带他抽空去看江东 只见他腹部插着一把刀 刀刃虽然只没入一半 然而 鲜血却在白色的衬衫上 越晕越大 保镖一手帮他捂着伤口 一手打电话 另一个狠狠地扭着女人的手臂 敏江西身边围着三个保镖 还有一个按着逃跑未遂的女人 保镖紧张 出声了 敏江西脸色不好看 摇了摇头 慢慢拍说 没事 酒吧门口 对接很多住族观望的行人 敏江西看了眼被架起来 脸色煞白的江东 至今还是心有余境 如果他刚才没叫住他 留一个人帮他一下 我们走吧 敏江西被三个保镖互送着上车 刚上车手机就响了 秦湛打来的 接通后 陈生问 有没有事 我没事 让他们送你来活着 敏江西也没心情去成双那边了 应了一声 之后给成双发了消息 说临时有事 改天改月 保镖把敏江西带到秦湛公司 他还是第一次来他办公的地方 本就是有点别扭 他还亲自下楼来接 这回可好 每个经过跟秦湛打招呼的人 也都顺道对他投意 极其善意的笑容 跟他回到办公室 房门刚管 秦湛就忍不住把人给摆正 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遍 我没受伤 秦湛板着脸道 你救他干嘛 敏江西实话实说 也不是故意想救 感觉不大对劲 就叫了他一声 谁想到真是有人要杀他 秦湛仍旧不愿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无意见 万一出点什么 秦湛话未说完 敏江西上前一步抱住他 伸手拍了拍他的背 没事没事 冷静一点 秦湛一言不发 敏江西抬头想去看他的脸 头刚一扬 他的吻便随之压了下来 带着不能把他怎么样的憋闷 像是有气没出撒 这里不是家 他又很急 敏江西本能的要度 秦湛不许 将人固在怀里收拾 他挣了几下之后 默默地抓着他腰间的衬衫 秦湛也柔顺下来 半晨后抬起头 看着他风盈水润的唇板 心头的气出了不少 以后别这样了 秦湛开口 已经凶不起来了 敏江西乖乖乖地吟声 知道 秦湛刚要摸他的耳垂 问他今天耳朵胀不胀 房门被人敲响 他迅速果断地推开他 他猝不及防 被他推得往后烧了一步 再看敏江西 他已经飘到了几米外 秦湛想笑 出声道 进来 显天左推门而入 看到敏江西淡淡地朝他点了下头 敏江西却是勾起唇脚的 好久不见 显天左一声不吭 秦湛憋不住笑 他不是天佑 敏江西在夜城那几天 都是显天佑随身跟着 回到深城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了 看见显天左 他想当然地把他当成了显天佑 见他一脸的茫然 他是天左 双胞胎 敏江西亚以之余 对显天左说 啊 不好意思 显天左面无表情 没关系 惊秦湛一提醒 敏江西后之后觉 面前的人的确不是显天佑 显天佑还比较爱笑 而显天左不够言笑 显天左虽然是找秦湛有事 但又爱着敏江西在 他看了一眼后 主动说 我去趟洗手间 没事 说完又看向显天左 说吧 显天左这才开口 昨天那人吐口了 我去找顾兄的人 还没怎么样 对方就招了 说是拿了二百万中介 替司徒宁的妹妹 司徒经办事 敏江西听到司徒宁的名字 本能地抬眼去看 秦湛眉头一簇 眼底流露出不耐 他们家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已经叫人盯了司徒经 他在等秦湛下一步的指令 秦湛沉默了片刻 把他带过来 显天左点头转身离开 房门关上 命将戏马上问 出什么事了 司徒宁的妹妹 让你报仇了吗 秦湛见他满眼的警长 随口说 没事 怎么会没事你边瞒我 我身边很多人很安全 他顾的人还没碰到 我就被抓了 他云淡风轻 其实昨天晚上 杀手拎着毒枪 距离他不过十米左右 只要枪里的毒针扎到身上 三秒之内就会致命 根本是来不及抢救的 对方是抱着要了他的命的决心来的 秦湛虽然大事话小 敏江西的心里 还是止不住的冰凉 他昨晚也跟秦湛见了面 他什么都没说 谁知道他在那之前 刚刚经历过一场蓄意的谋杀 他眼底扶着一层惊恐 秦湛抬手摸着他的头 笑着逗他 怕什么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敏江西一闸不闸地看着他 已经做过的事不能回头 你答应我 这辈子再也不沾人命 有些人是该死 但不应该死在你手上 我知道 你保证 我保证 等一下要带斯东宁的妹妹来这儿吗 秦湛猜到他心里想什么 出声说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 但这是最后一次 有些人不吃亏不长记性 我想见他 没必要 有必要 秦湛宠他宠到了骨子里 虽然明知道他们不见面最好 但敏江西执意 他也只有答应的份 大不了在他身边多安几层保障 敏江西盯着他看 还不止是脸 从上到下一路地描来描去 怎么了 敏江西神情凝重 这没受伤 秦湛捂着胸口靠在沙发上 猝着眉说 其实受伤了 很疼 以为敏江西会一拳砸在他胸口上 所以他凑近时 秦湛本能地要躲 结果他不是要打他 而是去解他衬衫的扣子 秦湛没经历过 一时还有些慌 出声闹他 这样不好吧 外面还有人 要不去里面学习诗 我都拖了 给你看 司徒金被显天佐 找上门的时候 心里除了不甘 就是愤怒 唯独没有恐惧 反正一家老小死得差不多了 大不了下去陪他们 只是显天佐 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带他去秦湛的公司 司徒金心底胡隐 要说秦湛想在深城让谁消失 太容易了 但也不至于弄得这么明目张胆 站在办公室的门口 显天佐敲了门 听到声音后打开门 示意司徒金自己进去 司徒金开始烦躁 死不怕 怕的是临死前的花样折磨 冷着脸往里走 拐过视觉死角 他看见坐在沙发上的一对人 男人是秦湛 坐在他身旁 好看到刺眼的女人是门江西 司徒金认识 当初谢慧顾兄杀人时 他见过门江西的照片 司徒金没想到 他会同时看到秦湛跟门江西两个人 走到一定的距离 司徒金站在原地不动 他以为自己足够的坦然 直到跟秦湛面对面 他发觉自己不敢跟他对视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坐在那儿 就足够令人望而却步的 门江西先开口了 可以聊聊吗 司徒金压着杀母之恨 冷声道 有什么可聊的 话音落下 只觉得秦湛那边目光一冷 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比如你哥 比如你妈妈 于是门江西的淡定 刺激到了司徒金 他暴躁的 杀不了仇人 是我没本事 落到你们手上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下去陪他们 反正杀一个 和杀全家 于他而言 没有任何区别 别一口一个杀你全家 你哥是我杀的 你妈关我什么事 你知道我妈派人去找门江西 你要报复 你妈怎么有脸去找受害者 她有本事可以冲我来 司徒您做错事 你要她的命我不管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不给我妈留一条活路 她是叫人去找门江西 可门江西没死 你为什么 你就不能给她 留一条生路呢 如果门江西死了 你现在还能站在这 跟我说话 你现在也可以杀了我 早一天晚一天罢了 门江西知道 秦湛没什么耐心 把话接过去 直言说 你觉得我该死吗 司徒金看向门江西 对上那张美艳 却清冷的面孔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直到是人之将死 其言也真 你不该死 司徒您找你的麻烦 我妈为了给她报仇 又去找你的麻烦 你从头到尾 没做错过什么 所以我不找你 冤有头占有主 谁杀人 谁该死 那你觉得司徒您该死吗 司徒金沉默 他跟司徒您的关系 打小就不好 他几乎是从小 就被司徒您 给欺负到大的 对这个所谓的哥哥 他没有多深的感情 更何况司徒您 在深城臭名昭昭 连他长得漂亮的 女性朋友都不放过 气到极处 他也想叫她去死 所以有一天 他真的死了 说实话 司徒金没什么意外的 就他这种人 活得久 才叫世道不公呢 敏江熙等了一会儿 见司徒金不准备回答 这才开口 你说愿有头占有主 我跟司徒您无怨无仇 只因为他要替别人出气 就要我的命 我该不该找他报仇 他该死 害人害己 还害我妈 为他赔上一条命 我不是为他报仇 是为我骂 那你找错人了 你妈妈的死 跟秦湛无关 你当我是傻子 秦湛忍无可忍 你们全家都蠢得可以 我敢当里面承认 司徒宁是我杀的 且会算什么 司徒金一时 竟无法反驳 错眉下意识地说 难道是江东 今天杀江东的人 也是你找的 司徒金不知可否 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秦湛眼底闪过嘲讽 不知在嘲讽 司徒金的不自量力 还是在嘲讽 江东的阴沟里翻船 闽江西再一次重申 你妈的死 真的跟秦湛无关 他不会骗我 也没必要骗你 司徒金站在原地 刹那间有些茫然无措 像是带着婢子的决心 来守认仇认 结果折腾了半天 发现找错人了 不光恨难平 一眼难平 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最绝望的是 闽江西接下来说的话 我看你妈妈的死 八成也跟江东无关 你是觉得事发当天 江东打了你哥救了我 我跟他的关系肯定很好 你妈派人杀我 所以杀了他的人 不是秦湛就是江东 对吧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江东不会为了我去杀人 他只会看我的热闹 司徒金跟闽江西 是第一次见面 他本应防范心很重的 不该听信对方说的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 闽江西说的话是真的 没在骗他 可如果不是秦湛 也不是江东 谢慧是怎么死的 让他相信 谢慧是死于意外 司徒金做不到 闽江西看到 司徒金紧握的拳头 知道他内心 正在疯狂地挣扎 开口说 如果秦湛 帮你调查于妈妈的死因 你愿意这件事 到此为止吗 司徒金一扎不扎地 盯着面江西 半上出声道 我们是仇人 你为什么帮我 说得冠冕堂皇一点 冤家一解不一解 说得直白一点 我不想你再找我男朋友的麻烦 我们出力哪个心安理得 从此以后 大家两不相欠 司徒金再次沉默 这一次没有很久 他出声说 好 司徒金走后 办公室里只剩两个人 闽江西有点口干 拿起面前的杯子 喝了口水 余光瞥见秦湛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秦湛眼底竟是笑意 重复他的话 我不想你再找我男朋友的麻烦 闽江西就知道 他全程听下来 直记住这句话了 镇定自若地说 我说错了吗 你刚才特冲 我感觉被你保护了 闽江西知道他故意拿他开水 不接话茬 秦湛凑近 低声说 你什么时候强迫我 我一定好好配合 他在他耳边讲话 说得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第二百八十八集 江东那刀扎得不深 但是特别的疼 他从小到大最讨厌疼了 一疼就要发脾气 那两个混到他身边的女人 身手不怎么样 但嘴巴特别严 江东从他们这儿 撬不出什么话来 只能从他们所在的夜店入手 调查人员流动和变换 恰逢简灵辞职 他也算是店里数一数二的公关 在这种敏感的时刻离职 自然会引人注意 简灵被江东的人秘密带走问话 他没想到刚出虎穴 诱入狼窝 整个人都吓猛了 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但他给不出合理的离职理由 江东的人岂会轻易把守 连折磨待下 他也不得不吐出失情 是得罪了秦湛 秦湛乐令他滚出神城 这样的结果让江东好奇 一个女公关 怎么能得罪秦湛呢 简灵被带到江东面前 他刚开始还想蒙混过关 不肯说的 江东是什么人 摆着脸靠在床上 一副病胶的模样 不冷不热地说 我差点被你们店的人搞死 我怀疑你们店里有内鬼 你要是解释不清 这个内鬼就是你 简灵闻言 瞬间脸色比江东还白 连连道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一个礼拜都没去上班 根本没见过那两个星来的 为什么不去上班 我不太舒服 生了病 自知想去外地看病 什么病 简灵不敢胡言乱语 有病没病一查就知道 他急得脸色傻白 冷汗直流 江东淡淡地说 你跟秦湛怎么回事 简灵的眼神闪躲 出声回荡 我给他点烟 不小心烫到他 江东冷眼 你怎么不说倒水时 把他给淹着了 简灵脱口而出 真的 话未说完 他看到江东的目光 那时他胆敢再说一个字的谎话 就要了他的命的很 你想好了 是不是想得罪完情战 再来得罪我 简灵欲哭无泪 恨不能给江东下跪了 我真的跟那两个女公官不认识 我发誓 我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江东面不改色 我问你怎么得罪了情战 简灵走投无路 攥着手说 我不能说 我说了二少会要我的命 江东看着他 你说了 我保你没事 他只是没说他不开口的下场 但是简灵明白 夜成三恶 黑白无常 无论是秦湛还是江东 都是他惹不起的人 横竖都是一死 如果他不说 怕是今天走不出这扇门 简灵一咬牙 出声说 上个月上雨过生 我趁二少喝醉 偷偷进了他的房间 此话一出 江东愣了三秒 而后双眼放光 你们睡了 简灵连连摇头 没有 中途二少接了个女人的电话 醒了 把我赶出去 他警告我不要出去乱说 我人要我的命 我真的不认识那两个新来的女公官 您放了我吧 有证据吗 简灵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江东问他有没有跟秦湛 同床共枕的证据 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他连忙否认 没有 江东看他的样子不像撒谎 关键无心插柳 得知这么一档子八卦 他突然觉得心情很好 出声说 走吧 简灵一瞬间开心了 但接着就是无边的恐惧 他硬着头皮说 二少说 我要是出去乱讲 他会要我的命 江东不嫌不淡地道 你是乱讲的吗 简灵不知该点头 还是该摇头 江东没空跟他磨碎皮子 卡号留下 害怕就出国 简灵不敢多说其他的 受了江东五十万 当天就离开了深城 六月七号和八号 全国高考日 部分学校会在五月底开始放假 有些学校会延迟到六月三四号 很少会有提前一天放假的学校 洛家家则是从五月中旬就开始请假在家 家教集中辅导 眼看着明天就要考试了 敏江西想着叫他出了吃顿饭放松一下 结果打电话 电话关机 很晚的时候 敏江西收到洛家家发来的消息 说是白天在上英语课 简短的几个字 背后却是说不出的巨大压力 许是洛家家家里觉着 敏江西给他的不是动力 而是松懈 最后一个礼拜 洛家停了他的课 说是要让洛家家主攻英语 洛家家不止一次偷偷跟敏江西哭诉 葛杰对他的目标是一百四十分 他觉得自己考不到 但葛杰说他还不够努力 只要拼一把一定可以的 敏江西隔着手机也不好多说什么 都到这种程度了 只能说再忍一忍 尽力而为 他看不见洛家正在发声的 却能够想得到 只愿不管结果如何 洛家家都能够逃离这种压抑的氛围 七号 敏江西跟洛家家通了电话 没问他考得如何 只是后天 荣昊想烧烤 秦家定说热 丁丁建议带便当 问他是什么想法 我都可以 听大家的 明天家里有安排吗 没有的话我们去考场接你 一起去吃饭 可能要先回家 也好 我们后天再出来 我跟丁丁已经换了仙耳钉 就等你了 丁老师 我护理一定成绩90分以上 不给你丢人 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当天晚上 秦湛过来的时候 敏江西正在厨房里面切果盘 看到他用橙子切了小熊 他从后面抱着他说 心情这么好啊 敏江西抬手往后投胃 秦湛张嘴吃 他说 我们后天去浇游 听秦家定说了 他想烤鲜饼干带我去 我叫他出去买 你干嘛打击他积极性啊 我是为了你们着想 他就不是进厨房的料 不像你 天才看几次就会 撕切的药多细有多粗 秦湛收紧了手臂 卡着他的腰 把人往怀里拽 低声撒娇 不喜欢 我有十天假期 你要是有空的话 我们出去玩吧 秦湛意外 人呢 嗯 我还没请 怕你没时间 秦湛很快地说 我有 你想去哪玩 都可以 秦湛隐隐地感受到 这是敏江西给出的暗示 十天 出去玩 孤男寡女 他是不是想进一步了 六月八号 正好是周日 敏江西把秦家定 容浩和丁丁 叫来家里玩 顺道准备明天 浇油的东西 客厅中 手机响了 被赶出厨房的秦家定 扬声道 无聊老师 电话 敏江西把银银干放进烤箱 摘下隔热手套走了出来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陌生号码 他划开接通键 喂 猜猜我是谁 假模假式的低沉男声传出 敏江西不拙痕迹地走进我室 关上房门道 你无不无聊 你听着玩了 说了吧 我请你吃饭 我有钱吃饭 那你请我 实在闲得无聊 就花钱找人陪你玩 小心点就行 他赤裸裸地讽刺 将冬笑出声来 不行 花钱有风险 还是你这种好 你也不赌我的钱 敏江西已经没有耐心了 要挂 江东跟狐狸似的提醒他 好了不给闹了 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 敏江西不打茶 江东自顾说 那天为什么要帮我呀 你救过我一次 我也救你一次 扯平了 我还以为你知己仇呢 我现在不欠你什么 请你以后少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联系的必要 话不能这么说 你来我往不是扯平 而是交情更深了 从前往后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会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往后谁欺负你 就是欺负我 我帮你做主 敏江西信了他的血 一瞬间真有些后悔救他 有些人活着 就是为了证明祸害一千年 他烦躁又无可奈何 沉声说 你离我远一点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你怎么绝情嘛 多个朋友多条路啊 更多光 你一定有用得上火的那天 敏江西毫不犹豫 斩钉截铁地说 不会有那一天 江东意味深长地道 你觉得青老二可以靠一辈子呀 哪有什么事是他做不了 而你能做的 那确实 他黑皮队 我不会 此话一出 敏江西愣了两秒 才反应过来 慢慢排说 你的生活已经无聊到这种地步了吗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你对秦战最大的仇事 求而不得 你要是暗恋他 就去跟他说 找我没用 江东万万没料到 敏江西会蹦出这种豪言状语 也是短暂的一愣 紧接着 一连串的笑声 他笑得伤口疼 好半场才忍住 我总算知道 为什么静心会喜欢你了 好看的皮囊 前面一律 有趣的灵官 万里挑一 要不光打个商量 你跟静心在一起吧 把青老二扔给我了 求见你开 敏江西在心里 骂了句神经病 江东猜到他下一秒就会挂断 所以没有任何过度 突然说 上个月二十二号晚上 青老二跟你在一起吗 敏江西的确要挂断 冷不防地听到江东这么问 他本能地去回应 但一时间也对不上日期 微微醋眉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 我想说他给你戴绿帽子 那晚他跟别的女人 躺在一张床上 别说你不信 我敢执名道姓 就不是血狗门人 简陵 东门夜色的女公关 谢谢 辛苦你了 江东有些意外 但随即反应过来 请笑着说 你要是怀疑我跟那女的 穿东起来蒙你 你可以直接问去哪儿 看看她是怎么回你的 说实话 我倒有点希望她能骗过你 这样你应该会开心一点吧 还有其他事吗 你咽得下这口气就当我没说 如果咽不下 随时找我 我有很多可以治她的法子 已经我暗恋她这么多年了 敏江西直接挂断 以江东的无聊指数 她开始怀疑 那天两个女人 不是司徒经派去杀她的 他们只是单纯的烦她 想弄死她 秦湛睡女公关 她倒是敢 5月22号 她跟她一起过的520 那天晚上 她睡在她这儿 22号 她在陆浴池那边 陪她和成双一起喝酒 喝的还不少 秦湛说朋友过生日 还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他们后半夜还通过电话 当时她睡得迷迷糊糊的 隔天一大早 就提着早餐来找她了 敏江西不会相信江东 更不信秦湛会劈腿 但仔细想来 她最近半个月 是格外的黏人 好的没话说 就连她去见孙长美 她都表现得非常大度 她还开玩笑问她 是不是坐在心虚 当当当 敲门声响了起来 敏江西吓了一跳 迈步去开门 江西姐 那副兔子的模具放哪儿啊 敏江西惊觉 自己有些难以回神 脑子转不过弯来 慢慢拍得到 我去找 明明是自己放的东西 敏江西来回找了 好几次都没有找到 丁丁走近 这个不是吗 就是这个 我刚才没认出来 一定是兔子没化妆的缘故 敏江西跟着打去 暗闹 有那么会儿功夫 被江东的话影响到 她不是不信秦湛 只是习惯性地 书里来龙去脉 想用这种法子 理解她跟秦湛 也亏她想得出来 加算着时间 敏江西打给洛佳佳 洛佳佳接通 不等她说什么 主动报喜 敏老师 我李总考的还行 265分 你都没问题 敏江西也踢得开心 考完一颗少一颗 下午就剩一颗英语 考完就彻底解放了 我刚看荣浩发的照片 想做饼干真漂亮 还有其他样子的 我们每样都考了一点 秦同学想了个 用饼干下棋的游戏 我们刚才试了一下 特别好玩 真想过去 跟你们一起玩 要不要现在过来啊 葛老师在家里 等一下要帮我 压做个题目 我现在在洗手间 马上要出去了 敏江西隔着手机 都能感觉到 那种压得人窒息的氛围 还有几个小时 就要考试了 到现在还要这么紧迫 胸口憋了口气 最后一个加油 我们当年 第二百八十九集 敏江西挂断电话 收到洛佳佳发来的消息 敏老师 谢谢你 我终于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 敏江西回复 加油 最后一颗 下午五点钟结束 敏江西等到了六点 跟洛佳佳联系 微信他没回 敏江西试着打了电话 手机显示关机 以为他还没有回家 或者到家之后 有其他的安排 忘了开机 敏江西没在意 直到晚上快九点 敏江西接到了 洛佳打来的电话 洛佳佳的妈妈 对敏江西很客气 笑着问 敏老师 你们那边结束了吗 佳佳大概今天回来 敏江西一乐 佳佳没跟我在一起啊 女人显然意外 她没在你那儿 我们约了明天出去玩 她也没回家 没有 她从下午出去到现在 就没回来 我还以为她考完 是直接去你那里了 敏江西渐渐地察觉出不对劲了 惊涕地说 我们下午一点多联系过一次 六点钟的时候给她打电话 她手机关机 她手机在家 没带出去 她下午出门之前 没跟你说晚上去哪儿吗 没有 会不会是有同学聚会啊 她给出的可能 自己都不信 首先洛佳佳不是不告而别的人 再者 家里逼得紧 她身边根本没什么朋友 同学都在后面喊的书呆子 所谓的不合群 说的就是她了 果不其然 没听她说过 当先我问问她隔壁抛场的同学 好 你先别担心 可能临时有事耽搁了 这话与其说是安慰对方 不如说是安慰自己 敏江西的直觉向来很准 她有种不大好的预感 她希望最坏 不过是洛佳佳想放纵一回 故意不联系家里的 找个没人的地方 发现一下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压抑 敏江西握着手机 想给洛佳佳打个电话 问她在哪儿 号码差点拨出去 后知后觉 洛佳佳没带手机 几分钟后 屏幕再次亮起 洛佳佳的妈妈打来的 敏江西秒接 喂 女人在电话里面大发脾气 我刚刚给她同学打电话 她同学说她想我根本没去考试 敏江西猛了一下 女人的情绪已经失控了 她想干什么 疯了吧 天打的是能比高考还重要 先别管这些 赶紧把人找到 女人咬牙切齿 你也让我找到她 电话再次挂断 敏江西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打给秦湛 两声后接通 她闻声叫道 西宝 话未说完 敏江西急着说 能帮我个忙吗 秦湛吓了一跳 怎么了 洛佳佳不见了 他下午没去考试 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闻言 秦湛又松了口气 安慰道 别急啊 我叫警察去那边找一下 敏江西应声 以为秦湛会挂 结果她通着话 直接吩咐身边的人去做 转头又对她说 没事 可能就是压力太大 不想回家 你也说她家里 把她闭上什么样 敏江西错眉的 只是压力大 她不会连事也不考 洛佳佳把考试看得有多重 相当于不成功并成人 如今她放弃了考试 岂不是 压力越大 把你心愿重 她用这种方式 报复她帮忙 没什么稀奇的 别担心 反正考都考完了 她家里人 也不能帮她怎么样 我就怕她自己想不开 秦湛不停地宽慰她 某一瞬间 敏江西听到手机里 传来别人的说话声 这才意识到 秦湛哪边可能在谈公事 她赶紧说 我没事 你去忙吧 秦湛轻声地哄着 你担心了 没转到了 快要回家了 嗯 喂 我这边有消息给你的电话 客厅的茶几上 放着很多漂亮的便当盒 空气中还弥漫着 一股淡淡的奶油香 敏江西试着说服自己 洛佳佳不会有事的 她只是想叛逆一回 但李志又马上告诉她 如果洛佳佳想要报复 这绝对不是一个开始 就像是老实人发飙 后果永远比坏孩子严重得多 她坐在沙发上静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门口处突然传来暗密码的声音 她侧头看去 无一例外 房门打开 秦湛从外面走进来 敏江西慢慢拍问 你怎么回来了 怕你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 所以她扔下一桌子人 顶着众人的调侃 毫不犹豫地先走一步 敏江西什么都没说 只是在秦湛落座的时候 主动抬起双臂 抱住她的脖子 秦湛搂着她的腰 没事 不会有事的 她心里很慌 这一刻只有秦湛 才能给她安全感 如果她没来 她不觉得一个人很孤单 可她来了 她就不想再一个人 敏江西很敏锐 她能发现自己对秦湛 越来越多的依赖 她终是用这种 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把她给煮熟了 她害怕依赖 又控制不住 既然控制不了 索性顺其自然 她应该多信她一些的 秦湛不仅通知了警察 也叫险天左调人去查 很快就有了消息 险天左打电话来说 那个女孩没有考试 监控拍到她 两点五十五 在学校门口上了来几乘车 司机已经找到了 她说把人送到黄罗大厦附近 刚调了商场外面的监控 司机没撒谎 商场内部监控 还有点时间 秦湛应声挂断 敏江西就在她身边 听得清清楚楚 秦湛侧头说 可你急的 她爸妈的未必有你这么着急 敏江西的眉心微粗 她爸妈只希望她能考上渡轮 现在美梦告吹了 她们宁愿要一个上名校的傻子 也不愿意要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 真这么喜欢上名校 可以直接捐一栋图书馆 外国人最好说话 敏江西听着 气涌心头 为女儿捐一栋图书馆 是不可能的事 她们拼死拼活都是为了儿子 不知道的 她以为家里有皇位要继承 我支持她讨考 打蛇就要打西村 由她在身边陪着说说话 敏江西的心情还没那么焦虑 又过了一段时间 显天左的电话再次打来 女孩已经上场找了家食品店 在里面带了五分吧 出来之后 又打车去了十地公园 前空里最后看到她 是在七点四十 我已经叫人去附近查了 看似闲逛的线路 敏江西却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原本是明天的行程 洛家家怎么一个人先跑去了 显天左第三次打来电话时 已经是过了夜里十一点 她说 她还去了海边 附近商店有人见过她 此时 秦湛也察觉出不对了 只是碍着敏江西在 神色如常地说 叫人继续找 显天左突然说了句 下一次涨潮时间 在凌晨三点半到五点 如果她跳海 尸体可能会冲上岸 秦湛瞥见闽江西神色一边 一边拉着她的手 另一边说 让你找人 你跟我说什么涨潮啊 显天左没吭声 秦湛挂断 侧头对闽江西道 我饿了 冰箱里有菜 我去坐 秦湛跟她一起进去 拉着她聊其他的话题 敏江西知道她是故意的 顺着话茬继续往下聊 两人吃完东西 已经是后半夜了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 秦湛还能腻着她 一起看电影 今天这种时刻 她明知道她心思不在这 出声说 十二点半了 你先去睡觉 这么晚了 你也回去睡吧 没事 我不回去 打亮闽江西的面色 她继续道 你进去睡 我在外面看过电视 有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闽江西沉默片刻 竟然默许了 看着她转身 往卧室走的背影 秦湛心底 说不出的高兴 她到底 把她给误热了 闽江西不是为了 第一时间知道 洛佳佳的消息 才不让她走 她若是不想 有一千种理由 可以赶她走 她只是单纯的 不想让她走 洗完澡躺在床上 敏江西将床头柜上的 沙漏翻过来 掉过去地看 几个来回后 主卧门把手 发出微不可闻的声响 敏江西眼睁睁地 看着门把手下沉 几秒后 露出秦湛的身影 秦湛小心翼翼 没料到跟敏江西 四母相对 索性放开声音说 还没睡啊 睡不着 秦湛来到床边 敏江西坐起来 他穿了件 白色圆里的睡衣 扣子系到脖子下 简简单单的样式 规矩而保守 可秦湛看在眼里 却是说不出的勾人 他分分钟 想将她压在身下 将她睡衣上的扣子 一颗一颗地扯开 敏江西没注意到 她眼神的变化 事简微垂 勿自说 我们约好一起出去玩 今天已经到了 也许只想躲起来 一个人静静 我跟雨池说过 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去看看海 要么心胸开阔 要么一头扎进去 都能解决问题 秦湛心口某处 突然被扯了一下 能有这种感受的人 必定是走投无路过 一想到他也曾走投无路 他胸口憋门地厉害 抓过他的手 轻声说 别怕 也许没有想得那么坏 敏江西不知可否 垂着头的样子 惹人心疼 秦湛把人抱在怀里 低声地红着 你想让我怎么做 多派些人去找一下 敏江西靠在他肩膀上 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 出声说 不用了 秦湛抚着他的背 我不想让你心情不好 没事 我能调节 唱出小青龙听听 敏江西唇脚勾勾勾 你给我唱 我是一只小青龙 小青龙 我有许多小秘密 小秘密 只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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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江西心情沉重 听后却忍不住嘴角上扬 出声闻 你有什么小秘密 那可多 说一个可以告诉我的 都可以告诉你 你想听什么 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 没有你是第一个 撒谎 我也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这么一说 敏江西道也无法反驳 换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怎么有这么多沙漏啊 是不是以前爱恋过什么人 有特殊意义 沙漏本来就是计时用的 我小时候弹钢琴 练字画画 每次时间不一样 我妈都会在桌上摆个 不同时间的沙漏 主要是提醒我别偷懒 他语气如常 听不出自豪的异样 当然也听不出 丝毫的感情 但敏江西不信 如果没有感情 不会留着那些东西 有些人类似 敬相亲切 碰不得 所以只好伪装成 不在意的样子 他也是如此 所以很能理解 秦战的心情 沉默片刻 敏江西开口 我也有个秘密跟你说 我七岁的时候 特想杀一个人 但是我不敢 我十二岁的时候 拿刀捅过一个人 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 甚至还很理智地想 未成年不用坐牢 是不是很冷血 秦战收紧了手臂 沉声道 你想要谁的命 我帮你 已经死了 恶有恶报 说吧 又补了一句 你答应过我 别再做这种事 我不喜欢 秦战吻了下他的头顶 以后我保护你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秦江西沿着